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40万4千元 第一幕华金法盐及贷金9万2千元 第二幕赔长收入931万2千元 第三款规费收入 警证者及所属预算1585万4千元 第一幕行政规费收入1200万元 第二幕使用规费收入385万4千元 第四款财产收入 警证署及所属预算593万3千元 第一幕财产支席132万6千元 第二幕费救物资售价460万7千元 第七款其他收入 警证者及所属3988万7千元 第一幕杂项收入3988万7千元 105年度警证署及所属预算 预算数202亿6801万4千元 第一幕一般行政150亿363万1千元 第二幕警证业务8亿5556万4千元 第三幕警务管理3亿1714万1千元 第四幕 保安检查业务5亿6190万8千元 第五幕国道检查业务2亿7366万元 第六幕刑事检查业务7亿3573万元 第七幕初级检查教育18亿4785万1千元 第八幕一般建筑及设备6亿2552万9千元 第九幕 第七幕 第一倍经4千700万元 委员提案 第一幕 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 检务200万元 冻结300万元 第二案 办理治安满意度调查 编务720万9千元 检务360万元 第三案 办理治安满意度调查相关经会 720万元 检务720万元 检务360万元 第一幕 提案 第四案 所长特别会18万元 检务1至5月特别会75000元 检务1至5月特别会75000元 第二幕 警政业务 提案 第一案 警政业务编略8556万4千元 检务10% 提案 第二案 警政业务 办理强化警备应变措施及社会资安维护工作 编列85556万4千元 检务2000万元 冻结1亿元 提案 第三案 警政业务 编列85556万4千元 冻结1亿元 提案 第四案 强化警备应变措施 社会资安维护及国际警察合作业务费 1亿3705万4千元 检务1千万元 冻结5千万元 提案 第五案 编列村担工作执勤人员任务讲习及勤务督导工作所需各项业务会 1,220万8千元 删减2分之1 提案 第六案 端正警察风气及强化各级单位内部管理 编列2亿4千044万4千元 冻结3千万元 提案 第七案 端正警察风气及强化各警察单位内部管理 编列2亿4千044万元 冻结500万元 提案 第八案 端正警察风气工作居优奖励金 编列477万6千元 检劣150万元 提案 第九案 警察风气探盘工作居优奖励金 编列60万9千元 检劣30万元 提案 第十案 执行正风查处及异防工作居优奖励金 56万9千元 检劣30万元 提案 第十案 强化警用装备 车辆等后勤业务 编列1亿3218万8千元 冻结2千万元 提案 第十案 加强警察教育训练业务 编列预算7722万元 检劣3000万元 提案 第十三案 加强警察教育训练 编列7722万 冻结2千万元 提案 第十四案 加强警察教育训练 编列7722万元 冻结1,930万5千元 提案 第十五案 加强警察教育训练 编列经费7722万元 冻结1千万元 提案 第十六案 业务会向下教育训练费 编列3694万9千元 删除1分之1 冻结1分之1 提案 第十七案 办理警政云端运算发展计划第二期 警政巨量资料分析运用 预算4140万元 减列1千万元 提案 第十八案 警政云端运算发展计划第二期 警政巨量资料分析运用案 2亿5840万元 全数冻结 提案 第十九案 警政云端运算发展计划第二期 警政巨量资料分析运用案 编列2亿5840万元 冻结1分之1 第三目 警务管理 有线及无线电信电路工作 编列警政发展方案 提升警用通信系统效能 9千045万4千元 冻结5千万元 第四目 保安警察业务 机动警力训练业务费1亿1782万5千元 设备及投资5930万8千元 共计1亿7713万3千元 删减1千万元 冻结3千万元 提案 第二案 保安警卫及中央助卫警勤务 编列1亿2947万3千元 冻结500万元 第三案 安全警卫及中央助卫警勤务业务费 设备及投资 共计7063万5千元 冻结7千万元 第六目 第一案 侦办与督导刑案 侦破及检数置评对象 编列1亿6368万3千元 冻结3千万元 提案 第二案 加速行动宽评 服务及产业发展计划 4G行动通信资料分析计划 编列4900万元 前述检类 第三案 警政发展方案 充实警用车辆计划 编列1亿5994万6千元 冻结5千万元 第七目 初级警察教育 提案第一案 基本行政及教务工作维持 编列6510万2千元 冻结1500万元 第八目 其他设备 编列 警政云端运算发展计划 第二期 警政继织资料分析用 2亿1千7百万元 减列5千万元 提案 第二案 充实警政设备 落实智慧国土内政图资整合应用计划 智慧警政服务分析计划 编列1千万元 全数冻结 提案第三案 落实智慧国土内政图资整合应用计划 智慧警政服务分析计划 编列1千万元 冻结1千万元 提案第四案 充实警政设备向下编列态判严谨手枪 1万2222支 预算1亿8千7百万元 冻结5千万元 主结议第一案 要求警政署应提出人事费用编列之检讨报告 与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并于未来确实原理人事预算编列之一致标准 主结议第二案 检政署及所属派出他机关严谨 人事费预算编列 检政署应通盘检讨 为一致之妥事处理 主结议第三案 检政署及所属所经管之不动产被占用 要求检政署应积极办理收回作业及收取使用补赏金 并为妥事处理 以提升国有财产之应用效益 主结议第四案 检政署及所属部分 宿舍及土地长期被占用 检政署应积极办理收回作业及收取使用补赏金 方能符合公平正义原则 主结议第五案 检制防恐训练中心计划 因厂商倒闭而延宕建进度 检政署应于检讨改进并积极督促进攻取用 主结议第六案 内政部应于通盘检视及检讨 首属单位支援管理配置并以三个月内提出有效调度应用之方案 主结议第七案 要求检政署应于每六个月定期针对中央机关首长及特定人士申请 并同意派遣安全警卫随附之书面资料送至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被查 主结议第八案 检政署应警诉研议并提出学研完善硕性环境 及设备补强措施方案 主结议第九案 检政署航空检察局应审慎研议对于航警人员 以机场保全人员的安全维护勤务范畴及人员配置方式 并以三个月内提出完备航空保安勤务执行规范报告 主结议第十案 要求内政部检政署就前夜为罪或其他险无涉及枪炮弹药盗窃之罪 限制原住民申请自治内枪 余枪之刑事 应紧述于三个月内修正 枪炮弹药盗窃许可及管理办法第八条及第十五条规定 先读完毕 好 我们现在休息进行协商 好 我们从第一幕一般行政 一般行政大部分都是人事费 一之一 一之一到一 但是不一样了 只有一之二 一之三是比较接近 我们处理先看一之一好不好 一之一请说明 主席 各位委员大家好 有关一之一这部分我报告一下 这边是建议是删减 减列200万 东西300万这部分 这边部分有三个说明部分 第一部分是水电部分不符合市省这部分 我说明一下 本署在执行市省专案的时候 每年都有达到这个目标 然后我们再看水电会的这个结算数来看 103年的数据算是2978万 然后104年 这部分呢 因为这部分我们水电会 因为从102年的实业那个升高以那个调整以后 我们每年增加 每个月增加 所以这部分是核实来编列的部分 请个委员来支持 那第二部分是公有那个部分 公有部分 现在清洁部分 我们目前清洁部分从基本的工资看 从一万九千多涨到两万零八 这部分 这个部分请大家支持一下 因为这部分是工资调整的部分 那第三部分 我想这边跟后面 组结案是有关的 是不是并在那个时候再处理 以上 建议我们大部分那个委员给我们支持 并不要简列或者是个冻结 谢谢 我们要不要怎么样是我们自己决定 你不用 我当然知道你们不希望 简列啊 这些话都不用再讲好不好 你们说明就好了 好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要询问的 来 立委员 现在是一支一 好 一支二跟一支三一起说明 各位委员好 有关那个一支二和一支三是自然民调的部分 自然民调以从民国九十二年开始办理 那每一年都会办理四季 所以经费是七百二十万 那在经费在目前各项成本都增加的情况下 我们的预算都维持在七百二十万 那同时对于这里所提到的和民间所做的调查 我在这里跟各位委员做一个报告 就以中正大学一百零四年上半年的全国民众犯罪被害纪政府维护治安满意度调查 民众对于警察维护治安的满意度高达七成 创历年的新高 然后2015年的远见杂志 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呢 八项的施政项目也以警政治安的满意度71.8达到最高 所以以这种民间的调查和我们警政署这做的调查两个来看的话 是完全没有相反的情况下 那对于委员所 我能不能直接问你 如果他们都做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做 如果他们做的跟你们做的是一样 我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做到分局 以每一个分局为单位 那这个分局地区特性不一样 所以是做到乡镇跟分局 可以提供给各分局做治安分析跟改善的参考 然后这个像刚刚署长所提到的 我们是有做到分局的这一部分 那分局的话呢 也会来把我们的治安民调的这个结果 当成改进的一个餐具 那我在这里 我们都有收集到各县市警察局 他们有关对于我们调查的结果的一些 那个治安的措施以及作为 我们都有加以在列管 使得我们整个调查的结果呢 能够发挥应该有的效益 以上报告谢谢 不好意思 到分局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这个是 已经累积几年的调查 12年的调查 12年嘛 12年的调查其实有它的价值啦 我这不是不是说反对 但是我是希望说能够把它 让大家更了解更清楚 比如说样本数是不是 跟一般民调不一样 两万三千份 两万三那如果在各个分局大概多少 如果落实到各个分局的满意度 落实的话大概 我们最少每个分局都会有50个样本 那它样本数的大小是以分局的人口数来当成一个依据 对对 所以以比较小的分局的话 那它的样本数都最少有50份 那比较大的话大概将近 用电话抽样吗 对用电话抽样的方式 那个我们原则上是以20个县市 来当成我们抽样一个主样本 然后在第二层呢就是到分局别 那我们分局的话 全国大概有159个分局 那分局的话 我们对于抽样 对于年龄 还有性别 以及教育程度 都会做一个控样的动作 使得我们的调查的结果 能够具有完全符合我们抽样的一个特质 不会有偏误的现象 那刚刚主席所提到的 像民间所做的调查 大概顶多一千多个样本 那我们这个调查呢 因为扩到二十个县市 所以每一季都会达到两万三千个样本 那对于那么大的样本 它的抽样的误差是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可信度呢 也当然相对的能够非常提高 谢谢 我请教一下 你们这样听起来一年是做四季嘛 四次嘛 那四次都是由你们警政署来做 一年做四次 四次里面包括各县市都做 然后各县市底下又做到各分局 是这样的意思 是 那个我跟委员做一个详细说明 我们每年都会进行招标的一个动作 对那我们委 因为它的样本数是有达到两万三千 所以我们是委托两家样本 两家那个调查公司来进行 是 我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你们一年做四次 然后各县市做 各县市还做到分局 那以嘉义市来讲 嘉义市总共只有两个分局 那你们嘉义市一个分局大概做多少 那这样调查出来的成果 能够对分局的治安改善有多少的注意 你们是不是说明一下 那个因为嘉义市它是两个分局 那我们以县市来看的话 它有每一个县市都会有至少800个有效样本 来进行这个调查 那以分局来看的话 嘉义市两个分局 一个分局大概分配400个样本来进行 那对于这个调查的结果呢 当然各县市警察局都非常的重视 他们会 当然我们这个调查的结果 它的最主要是各县市自己跟自己来做一个比较 我们的题数 每一季大概有将近20题的题目 那当然也会根据事实的情况来加以增减的动作 所以呢各县市警察局对于它比较弱的项目 它会一定会提出它的改进的措施以及方向 使得下次的民调的结果能够再往上提升 请教一下是不是问的问题都一样 问的问题都一样 都一样 这样好吧 那个主席报告主席 是不是请他们提供一份他们的问卷的问法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看了差不多 现在请马上提供 提供那个问卷到底在问什么 第一个是问卷 第二个呢 请你注意听 你们说的每一年四季 譬如说 这四季都是所有的县市都会做吗 包括直辖市 好 那你们因为根据这个民调所做的各县市分局的检讨报告 每一个县市分局都会 县市警察局的分局都会给你们检讨报告吗 原则上我原则上是由各县市自己管控 那我们如果说有必要的时候就会跟县市警察局来索取 有必要的时候 现在就是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找一个最近的 中正一分局 中正一分局人少了 万华分局好了 就在隔壁 你现在把万华分局的这个 针对上一季的检讨报告给我们 报告主席 因为我们那个县市有20个县市 那我在这里有带到那个新北市的这一部分 我不要你带 你给我 我指定万华分局 你给我万华分局 你们署长当过万华分局分局长 你去有没有嘛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 我是要搞清楚你们到底做这个民调是要做什么 你这个民调如果做出来跟大家讲说 我治安很好 我们大家治安满意度很高 你刚刚讲天下杂志做出来的跟你们的做出来都一致 大家都觉得很满意 那就请天下杂志继续做就好了 除非他们不做我们再来做 那你现在说法是说 我现在每一个分局都做出来的都会做参考 你每一个分局你像嘉义市因为它只有两个分局 那有的县市它人口比较少它分局多 比如说宜蘭县 宜蘭县几个分局五个是不是 五个嘛对不对 那那每一个你如果假设它只有五百五十个一百个样本数 它样本数其实它不具参考价值啊 你们把它落实到分局区去 它就变成它没有参考价值 因为它误差会很大 对不对 好这是第一个 好第二个你把这个东西民调给他们看 你有他们手上有没有累积的数字 你们这个民调做了几年 一年做四季 他会跟上一季做比较呢 或者他有一个长期的趋势 他会收到什么资料 你们给他是什么资料 是那个刚刚对于主席所提到的 我们当然两万三千份的话 是以一年的经费七百二十万来进行估算 那这个每个县市呢 它在误差部正负3.5%的情况下呢 它的最低样本数是八百份 那这八百份的话 执行到那个分局的话 它当然它的误差会更小 所以呢 以那个人口数和那个误差值来看的话 每个分局都有八百份 没有 一个县市 那每一个分局的话就是 因为你 原则上我们那个八百份 是以县市来看 对 你全国的误差一定比 你分配到各县市的误差小 你各县市的误差 一定会比你在各县市的警分局 每一个警分局的误差小 一定是这样嘛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警分局误差会最小呢 一定误差是最大的嘛 那个报告委员 因为最主要是我们那个受限于进会 那以 我们目前民 我们民间所看的 抽样的样本数来看的话 大概顶多只有1000多个样本数啦 那以我们整体来看的话 已经达到两万三千份 然后又分配到二十县市来看的时候 了解我的问题啦 我的意思是说 好比说台南市 台南市的分局很多嘛 新银分局最大的 它分配的样本数是100个样本 100个样本 那最 比如说台南市 我随所翻开 最多样本的是 学甲 我看 龟仁分局 跟安南区 然后最多的就是 安南区 然后这个 这个散化分局 不是东区啦 这最多就140几个 140几个样本 你在民调上面 其实像是不具参考价值嘛 因为做出来的一定是误差一定很大嘛 所以你们要把它降到 你现在变成要各个警分局 作为它改善治安 或者改善人民 就是对它的印象的一个依据 这是不具参考的嘛 你有的不到100份啊 还有的这个 什么高雄延程区只有50份 还有那个什么 六规分局只有30份 你30份做出来的 那个误差怎么会有 怎么会有参考价值呢 你们的这个民调的使用 要另外去做一个规划 你这样子做出来 我跟你讲都是形式化啦 我现在做出来 给你这个分局参考啊 对不 你们会到各分局去吗 到各分局 对 他拿到说 六规分局拿到说 今天这一集问了30个人 这30个人对我都很满意 然后就没什么好检讨的 然后下一次问了30个人 有一半对他不满意 这可能性很高耶 他突然变成 本来是全部都满意了 变成50%不满意 这不得了啊 那这个分局长不是要下台了 可是问题是 你这个30个人 怎么会有参考价值呢 做这个是莫名其妙吧 做了几年 做了12年 做12年都是这样做的 当然我们会根据 发了太多的这个不必要的书面作业 在这些这个错误的资料上面 我想说跟主席报告 因为我们最主要是这个样本呢 有经过随机抽样 然后也考虑到说年龄别 性别的 这样好 我想这个 赵旗文这个讲的也对啦 就是在全国性的样本 其实一千多个 本来就有代表性 那我们数量更多 当然它的误差值会越低 但是你到了一个分局 它的抽样数少 当然它的误差值会比较大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增加它的可信度 我们的抽样的比例要提高 抽样数要提高 所以我想这个抽样的技巧 受限于过去的样本数 跟那个受限于大概过去的经费 那也许我想请警察署回去研究看看 也许把四次改成两次 或者是什么一个 或者其他的一个方式 再跟那个统计学的专家 再研究看看 我想他这个赵旗文讲的 也是有道理 我再多 既然谈了 我们把它厘清 就是说 你有159个分局 那我举例 比如说 你是在三天内 所有的分局都调查完吗 就是说跟你 跟你的调查机构有关系 是你们自己的调查机构吗 委托嘛 那委托 那调查一次要花 多久时间 三个月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那如果刚好这个礼拜 这个 比如说啦 比如说北投分局发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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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杀 小孩子 学童的 咽喉的这个案子 好 那 那他不是全部都 就是他怎么比较 他怎么比较 就是说有些时候 区域性的 区域性的案例 他其实影响 影响这个 社会的气氛 还有那个 人民的观感 其实很大 那这些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处理 那个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每一次调查 他都会多多少少会受到某一个特殊事件的影响 使得他的那个自然满意度会有上升起伏的一个现象 当然我们自然满意度这部分呢 除了我们社会面 除了我们自然面向的之外 还有社会层面 非属于自然面向的部分 也会掺杂在民众对于他满意度的一个 一个表达的分数 你讲这个就是我 我讲的就是从你讲的这样讲 我来问的嘛 那只是说你怎么去处理那些差异 包括刚刚我们主席讲的 那你怎么样 各分局的如何评比 有没有参考价值 那怎么样这个 这个单一事件 个别案例或者是环境的其他的因素的影响 那当然我们对于 个别事件 这个如果发生之后 署里面也会针对 后续的防范来加以做一个处置 使得民众对于这个个别事件的影响呢 能够降到最低 那各分局其实像我们调查的话 它分成三个面向 台湾地区各县市以及 以及那个社区村里 那以这三种面向来看的话 它每一次的话 民众对于大区域范围 譬如说台湾地区 它的满意度是 居于比较低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比较低 因为民众对于大范围 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一个社会事件产生之后 他对于台湾地区的治安 他就觉得说没有 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可是相对的对于 乡镇市区 那个和民众比较密切关系的 那个警察的一些服务 还有他的作为 那民众有感 他的那个满意度 往往都是达到八九成以上 所以我们说实在的 当我们在办这个 治安满意度调查的时候 这个社会事件的影响 对于我们社会治安的 那个满意度 是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了 但是呢 我们当然也会对这个社会事件 它所后续的延伸呢 能够再加以检讨改进 使得整个社会 能够再去更祥和更平安 仔细我没有问题了 好 我做这样的处理 大家请听听看 一至二 简列一百万 一至三 把它改成冻结案 也就是说 一至二简列一百万之后 一至三 再冻结三百六十万 要请这个警政署 做这个 民意调查的改善的这个专案报告 到内政委员会来做报告之后 进内政委员会同意后 使得动之 这个我要说明了 坦白讲 我不知道这些 主任我跟你请教 这有没有做你们讲诚的依据 也没有嘛 就是内部参考 但是你内部参考的结果 你如果给一个 他那个不具参考价值的东西 他还要跟你去检讨去回复 我觉得这个浪费人力 你们好好监讨啦 好不好 这个要好好监讨 这个不是不好 这也可以做 但是你们好好监讨啦 所以这个资不要加监讨啦 反正你冻结嘛 冻结以后 大家报告之后 没办法 我想这样好不好 就是说 因为这个不是样本数不够的问题 我坦白讲 你要到每一个分局数 到样本数够 你的钱十倍也不够 那做起来多大的工程你知道吗 那两个都不够 那样本数要够 你从一百要到 不要说一千人到八百以上 那都不够啦 那多大工程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 这民调公司 他要去到你每一个警分局区 都要有你 譬如说你规定的三十个五十个样本 他要够做多少你知道吗 他要多做多少 才做得出那个样本 你每一个县市要八百个以上样本 他做了 为什么要做两万多份样本 他可能要做五万个 五万份样本才有两万多份有效样本 这不是这样算的啦 所以这个状况不是这样 你们做不到那个 那个每一个警分局区有可能 有参考价值的民调 民调不是这样做啦 你做出来那是假的 所以让你们去好好监督 你们找民调专家好好商量嘛 你们那个 你们现在人是 总处那个就是 不是民调专家嘛 那你给他请教一下啊 对不 你们内部一定也有这个有这样能力的人去了解一下啦 好了这个部长既然讲了我们就不简列 但是冻结这个三百六十万 这个你们要 这个给你们三百六十万不是要你们继续做哦 你们要把他呢 花这个钱去把它搞清楚啦 好不好 专案报告之后使得动之 对对对对 好一支四请说明 一支四不用说明啦 这个通案啦 好 回到一支一哦 一支一我们可不可以 这个部分如果大家没有意见 我们就这个一支一就测案了 好不好 好 第一幕没有第二幕 第二幕 二支一 二支一二支八二支十啊 其实都是 警记的问题啊 那么有简列案有冻结 能不能一起说明啊 你们警记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主席各位委员 大家早安 这个有关二支一案啊 我们说明一下 二支八 二支一 二支八 二支九 二支一啊 那有二支一 二支八跟二支九 三个 二支十 十是正风的 二支九 三个案 那现在说明 报告一下 在今年七月二十三号 夜晚的时候啊 那个反科纲的群众 在深夜爬到教育部的围墙 还有屋顶 那进到这个教育部里面了 那教育部就打一一零的电话报案 当时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啊 就派员到达现场处理 经过教育部的人员当场表示要提告 是 要提告 所以啊 我们就做了一些处理 那经过检察官 对于被逮捕的人员复训之后啊 那有三名记者交保 那至于 我们里面当中有三名记者啊 那是不是 有不当的地方啊 那应该是 是 那这个案子啊 现在都已经在司法这个 这个审理中 另外一个有关远警封记的问题啊 那我们警政署 今年一到十月的违法案件 比去年啊 同期已经减少了二十五件 二十八个人 违纪的案件 比去年减少八十八件 九十一个人 所以我们风机啊 有很大的改善 至于二十八案 二十八案 这个是我们 对于这个 风机工作机优的单位啊 来实施奖励 我们全国级的单位是 挑选三分之一 分局也是挑三分之一 派之所 分之所也是挑三分之一 那十四以来啊 对于这些单位的 处理人员 有很大的雇物作用 我们这项经费的编列啊 都是依规定办理 而且是推荣业务需要的 合法的对象啊 都是各级的警察机关 处理的人员 那对于这个 风机的维护啊 有很大的作用 对于二十九案 这个是对于 执行风机工作 特别绩效卓助 有优良表现的人 来给他合法的 那这一项工作实施以来 对于推动的风机维护啊 有很大的作用 以上报告 稍微委员 委员 各位首长大家好 曾峰市补充报告如下 那感谢各位委员 有关于 针对本署有关于 这个远景风机的问题 提出垂询 那中整 各位委员所提出来的 五个案例 我们报告如下 第一个案例是 这个远景接受招待 喝花酒包庇杀死业的 这个案例呢 实际上是我们 本署征风市 在103年6月10号 主动报警 屏东地检署 检察官指挥真办案件 那台中基隆 八位远景 涉嫌贩卖各自的这个案件 实际上是由 新市警察局在征办 某征信业者 涉及不法的时候发掘 那通报本署 征风市之后呢 由征风市在104年的 4月28号 指挥真办的案件 那第三个案件呢 云林山警涉嫌 包庇人蛇集团 蔓淹的案件 也是本署征风市 在103年的11月13号 主动报警 云林地检署 检察官指挥真办的案件 那第四个 台北市远景涉嫌 侵占同仁 遗落的皮夹这个案子 是台北市警局 中山分局的同仁 在发现失窃之后 报警这一个 该局 该分局 主动积极调阅 相关的监视系统 在查获的案件 在104年5月5号 已经移送地检署来侦办 那有关于第五个案件 就是新北市警局远警 投资包庇 这个高利贷这个案子 是新北地检署检察官 核发侦查指挥书 这个发交给我们新北市 新北市警局 督察室同仁 汇同友军 来破获的案件 属于自查案件 所以有关于委员所 推行的五个案件 基本上来讲 都是我们警政 跟基层的这个同仁 大家同心协议所办出来的 那相关的经费 都是用在我们这一个 风气查处的项目上面 也给这个实际上有 查处绩效的同仁一些鼓励 所以希望各位委员 这个相关的这个预算 能够不予简列 谢谢 好 各位同仁对于 2-1 2-8 2-9 2-10 有没有要询问的 如果没有 我们等一下一并处理 好 2-2 2-2请说明 主席 各位委员 大家早 针对2-2 我们警政署为了加强 援警的人权跟法制 及成绩正义的观念 我们都有编那个教材 就是将相关的法令 人权还有两公约 法制以及情业务的作为流程 编印教材 来送到各警察机关 还有在利用 持续机会的时候 持续来加强要求 因为我们 就是在处理 递动活动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 援警上处理 援警可能会 有所依循 所以持续的 请各级主管管 加强宣导督促 然后不愉悦 所达成 执行目的之必要程度 且对人民权益侵害 最少的方式来做 采取世界作法 避免衍生执行 过当的一个情势发生 以上报告 请警政署每一位 在报告之前 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是 我是警察保安组 保安组组长李甄坤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 318学院323 这个周委员受伤之后 我们发觉就是我们 资源的部队跟 守在的分局 在处理进行活动的时候 可能资源的部队跟 他不太熟悉 所以我们就立定 你资源的部队一定 你如果是一个分队 分队长一定要到 中队中队长要到 大队长要到 带着我们所有的同仁跟 比如说中正一分局 能够很熟悉了解 因为他可以约制管束 他可以打他考机 弄他讲程 所以严格的要求说 你带来的人一定要负责任 你不能讲说 这个跟分局不熟悉 比如说这个跟主管不熟悉 同仁就有一些不当的作为 那么 这里面我们如果 发觉同仁有违法或不当 我们都移送法办 其实那个事件里面 我们有移送事件 有人提出来 我们查到证据以后 有移送事件 做这样的补充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周委员你有要询问的吗 好 谢谢主席 我想这个去年的这个三二四 在行政院的事情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在审这个预算 我们是给各位装备来保护人民 我想这是一个 可能是要保护你们自己 这是让我们远景有足够的装备 那面对一些可能凶神恶煞 那另一方面呢 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民众的治安 这个部分 那本席呢 是因为被你们这些装备而打伤 欧伤 住院 所以这个事情 这个署长这边 我们希望说整个远景的整个制度 还有教育部分 去 除了你除了你要找出凶手来给我以外 但是你们一直在说找不到证据 他有可能会变成悬案 除了这个以外 那我最重视的是 未来 我们的 我们的民众 他在成抗的时候 他所面对到的远景 他的素质是如何 那他会 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动作 那你们是不是也让民众知道说 在怎么样的愉悦情况之下 你们是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去年有非常多的学生 他们是被很多的远景威胁的 我想 也许那时候陈署长 你还没有到达这个岗位 但是我所听闻的 跟我所知道的 我想很多的民众到现在 其实对于 对于远景的这个执法的部分 还没有充分的信任 那如果没有充分的信任的话 我们 我们 我们会欠缺 我觉得我的事情 可能还会再度发生 所以 我的提案 我们的修法 或是我们的冻结 我们都是为了要 我们要避免下一次的发生 那 因为本人是国会议员 那国会议员被警察殴打 那没有一个交代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一般民众 他被警察的殴打的话 他会不会更找不到一个门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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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这个公道 那我想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那因为 我觉得 我要追根究底 是因为 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 那 我也背负了许多的学生 给我的一个责任 我不希望这些学生 从此是不相信我们的社会 不相信我们的远景 我希望我们是一个互信的社会 所以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特别 我也一而再再而三 我想也非常多人已经 都听到可能不想听了 但是 我作为一个委员的职责 那 我也没算了 我也没算了 所以这是我最爱买 第一次在这里 来对我坚持的一个理念 我爱坚持嘛 所以我也要寻求我们各位 委员的给我的支持 谢谢 主席啊 我看这个这样子啦 你们这 庚政司令 你们黑白鸭 鸭到这家 你们就知道难过了 这个是这样啦 他讲的也有道理 这个到现在 整个国会议员 被窝打的案 你们确实啊 没有 不要说给 国会一个交代 这个社会大众 你们确实也该 给个交代 但问题是说 什么叫做交代 怎么交代 按照 周立安委员的 讲法是说 要等警政署 就警政高层的 人权 法治 跟程序正义的 观念 加强 这做法 向内政委员会 来提出报告 都同意又死的动之 我会觉得 周委员这样的一个 讲法是非常 谦卑的啦 我觉得很谦卑 他不是跟你拆掉啊 他就因为说 你们都没法 给国会一个交代 这整个案子都不是 周委员一个人的事情 我看不然 这条 就让你做纪念 一字里啦 这样好不好 什么的 什么的不行 是你决定的 我们决定的 亂来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要嘛 就你 警政署这边啊 真的要有一个 比较具体的啦 我想保重应该 你有什么 不跟我们看法报 对不对 你是不能我没说 我没说我 我全部都给你拆掉 我报告一下啦 这个 当然对周委员这个事情 我们一再表示 非常的遗憾 也非常的抱歉 但是 我们事后检讨 为什么找不到人 除了说 录影带 真的是找不到人以外 我们觉得过去 在任务的派遣 领导上 指挥系统上 出了一些状况 过去 譬如说像这个 群众运动 我们要保一 来支援人力的时候 他是人带了以后 就交给 交给当地的指挥官 但是呢 当地的指挥官 并不认识这些 这个支援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 我跟这个署长 研究的结果 是说 将来支援的人力 不管你官阶多大 你带队来 你就是要跟 当地的指挥官报到 接受他的指挥 而且你是要 听他的指挥以后 去指挥你的手下 而不是 把你这些人 直接交给 当地的指挥官 那这样的话 他就 这些部署 这些队员 因为跟他的带队官 是认识的 在节制上 将来万一发生了 什么问题 我们责任 也可以很清楚 而且 谁出了错 也比较容易找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机制改善以后 我相信 类似这样的情况 就会 就会改善 我想 这个 警察 其实都非常的辛苦 我想 相关的经费 也希望 大家给他支持 让他做好 因为这个钱 不是他要用的 而是用在指案上 这个我也希望 这个 我们做委员 临去之前 给我们委员 这个我们 警察 多多鼓励 所以 书长补充 我再补充一下 就刚刚 那个部长提到 我刚才提过 就是说我们 就是104年4月27号 我4月1号报到 觉得这个事情 要做一个处理 这样是最能够防止 因为有 直接考核 直接可以 处分调动的 他的长官 在现场 他就不敢乱来 而且我立定他要负责任 你被资源单位 资源单位带过来 你要负责任 这是一个我们改善的做法 事实上 为了这个事件 我们警政署已经做了 有关人权的 一些讲习 包括我们 增定的 职群比例原则 还做徒手 驾离 代理的一个教育训练 怎么样徒手 怎么样代理 的一个教育训练的课程 还有我们 寒花的长年训练 保护 保护违规 静坐民众离开 成果验收的计划 验收说 我们要在 有台力动作的时候 要做什么处理 这些 提升远景 执勤技能的 的动作 就是说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改善 做以上的补充 好 专委员 我先跟你说 现在我替你说 这个 部长你刚刚那个讲法 我有 很大的一个感慨 尤其书长你说 我还记得 陈韵云来那一次 在金华酒店 那个是我当台北市议员 我带队去 结果呢 你们搞现场的 你们是怎么 你们搞现场的 结果你们的警察 都不是台北市的 全部都是宜蘭来的 当初我 在体验到那种粗暴 没错 你们做官 你知道吗 你很有可能 每年开始 你带头来抗议 很有可能 风水轮流转 对不对 姚伟员就说 艺术你没打 你知道吗 这个 这个街头 都很难讲 我们都不乐于见到 可是当碰到 你们主张认为 你们很有正当性 你们认为 民进党如果执政以后 对你们来讲 很多事情是 你们没有办法忍受的 你们也上街头了 这假设 很有可能 你昔日所指挥管辖的 这一些警察人员 如果现在 你不把他给 在今天在国会里面 所讲到的 整个法制跟程序的正义 这些观念 没有弄好的话 搞不好他转向对付的 就是你 这些基层的弟兄 他很好 我在现场我的感觉 我告诉你 指挥管的问题 这基层的现场 我怎么说 插销他什么议员 拖住 那我们的现场 那我们的现场 那是好知道 我们 阿婆在心里这 一般要努力 那让你们怕死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事情 你现在不做一个 根本的一个 从根本来做一个解决 或者说 借着周委员 这一次的一个教训 这个事情 今天给你们一个教训 你现在不是 在把周年安 周委员交代 这个是 在过去 这不是个案嘛 很多个人 而且 这是已经变成 一个国会的事情 所以 警政署 你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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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用各种关系 我就今天 开火 我便宜 便宜 来跟我说 南大 来跟我说 我手下留情 这你们算是 但是 但是 不能放的 有道理的 像周委员 因为其实它是 有道理的 尤其是 冻结的部分 实在是 等你们 等你们 具体的做法 让大家 国会这边 觉得可以 这预算是可以 放行的 但问题是 没有看到 具体的做法 难保 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这不是我们的警察 在对付 在野党的问题 因为这个在野党 很快 那个内容会有变动 这有可能 你再来 你再来 我们也都不期待 说有一天 民进党执政以后 警察是这么的粗暴 来对待 反对党的 中国国民党 这也不对啊 那你们 黑白农军 这样才会对 这也不对 不是 我是在庭里 不是这样说 我很希望执政 但是执政了 这也是跟我们 做一个改善 那不是这样 所以就因为 蘇顿和博顿 你博顿你很快胡说八道 你讲的 那些都是假的 我怎么跟你讲 比较 你不要跟他回应 你都跟他讲 要讲提定的 要讲提定的 所以这个 这个案子要更 更具体的来讲 博顿 书顿 我认为 周委员讲这个 有道理 底基层的弟兄 他是一条边 你叫他讲他就讲 你叫他 我没有跟你骗 我们在那裡 抗议 抗议 你叫他抗议 你叫他抗议 那些都英雄 跟他整理 不然他也跟他整理 你知道吗 我这样举例比较夸张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这个体系 那个命令都是有高压性的 你一个命令下达错误以后 事情都没收拾 一般的人不用受骗 不要说祖林安是国会议员 那女婦也 哎呦 你不好 你不好 好像看起来会比较 在那种私会游行的场合里 你没有觉得比较弱吗 你一个对他粗暴 这个就是针对性了 就不用讲了 你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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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下达的指令 几乎类似这个 所以没有给你们一个 让你们 不要说教训 没有让你们感受到说 会痛 这对人这样是不行的 夫妇的都过 好议算 都会过 事情还会再发生 所以周大委员 这条支持你 好 还有哪一位 因为看听起来 没有人反对嘛 还有哪一位有意见 好啦 我们等一下一起处理啦 好不好 等一下 等一下做 但是我听到我 很熟悉的 总统上 那些人卡通的给他 為什麼没人卡通的给我 好啦來 二支二 等一下一并处理 二支三就不用再解释了 昨天咨询问过了 好 但是等一下一起处理 不是 这个案子也还在 二支四请说明 請教育组组长 詹永茂 好几个在一起 一并说明 是 主席 各位委员 我是教育组组组长 詹永茂 那针对这个 反恐信念中心的部分 原来刚刚有几个案子 通列 我就一起报告 那 反恐信念中心的建制 原来是国家级的 所以这个有很多的政策考量 还有建设设施 是不是妥当 还有各部会的支援 这个整合 環境评估 土地开发 这个 还有当地基民的协调等等 所以造成了一支援淡 那 后来这个 第一包花包之后 第一包花包之后 还是 因为委约 所以整个工程的沿淡 那但是工程目前 到昨天为止 现在的进度 已经超前 14.9% 那这个 国家紧翻口信念中心 其实我们 从部长 署长都非常重视 历任的都一样 都非常重视 那希望说这个国家 反恐信念中心建制之后 不要成为一个 没有用的 或是一个 像这些 报纸看的是鬼屋 但是我们现在 所建制的 到明年8月就完成了 而且我们朝向的是 比较实际的 而且能够朝向 支援共享的部分 在这个反恐训练 而且是朝向 反暴力 反劫死的部分 那初期是由维安 来进驻 进驻之后 我们保一 也有一个分队 来负责住地的安全 跟这个保持训练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的所有的素科的 这个 像包括霹雳小组的 还有素科的教官 助教等等 都会来这边 来训练 那以后的支援共享 包括其他反恐单位 还有我们桃园市警察局 航空警察局 还有邻近的 限制警察局 都可以来做这个素科的训练 跟反恐知识的一个传授 昨天如果你要回答 你要说完整 你要回答完整 譬如说 我在问你们说 你们防暴的训练怎么办 你们要反恐 居然没有防暴的 在那边没有办法进行防暴训练 那你防暴训练呢 環暴训练的部分在 这个行政院的会议里面之前 已经已经给那个 炮瓶学习 那个 陆军 所以到军方的 去训练嘛 这我知道嘛 是 所以你们要 我只是说你们要说明 要说明完整啦好不好 是 好 各位同仁有没有 这个要询问的 但 如果各位同仁有没有要询问 好 来来来 张委员 主席 各位同仁 那个防暴的经费 因为防暴 目前对于防暴以及恐怖组织 全世界大家都很重视这一段 我建议 这个是不要删 不要删 前内能够 也不要删 也不要动起 因为这个这么重要 万一 这个要加强警察在这边 防暴的心愿 我是建议说 这个预算 不要前内也不要 也不要冻结 好 谢谢 那个我跟部长请教 那我们上次在询问的那个 关于 跟这个竹山的消防署基地的整合问题 您要不要说明一下 好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事实上这个 其实我接任以后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防恐中心以后 我觉得过去的决策上 可能时空环境已经大会改变 那么大的一个土地 不要讲什么 光怪一个围墙就要花几亿了 那这个是 而且那个地方是平地 其实有很多信念也不适合在那里 那跟我们竹山的中心又有高度的冲叠 所以我现在给他们的指示是这样的 能够跟竹山合并训练的 全部移到竹山 那竹山那个地方 那竹山那个地方 假如因为 健庇力容器力有问题 我们来修改规定 因为那个不是要助人 那是在训练的 那么这个部分 必要的时候 我要把竹山的这个训练中心呢 提升为内政部层级 也就是说 怕你到将来变成在消防 也许跟警察会有干戈 那也许我就提升到为 内政部的层级 用这样来处理 那这一个 北部这个防恐中心呢 将来性质上呢 稍微改变 就是 第一个就是 这个 保一会有人进驻 那这个进驻的人呢 是 也一方面作为 机场 国际机场将来 因为我们旅客多了 因为主要的防卫的 这个重点也是在 在机场 那所以 他也可以就近 来支援机场的这个 環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另外就是 这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经费 大概 主要是把 现在在 进行中的 把它完成而已啦 那至于下一阶段 要怎么做 我希望他们提出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报告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 会转型变成 譬如说 北部地区的素科训练中心 这也有可能 那我了解 来 二之四我们等一下一起处理 二之五请说明 保安组 主席各位 有关于这个 二之五这是 保安组长李正坤报告 有关于这个 编列是 村安工作的一个经费 那我们村安工作 最主要就是说 动员 远景还有 郁景 郁郊 还有民房 守望相助队 其中的经费使用 是用在 夜典会 还有 午餐会 任数奖集之用 那针对这个问题 都督导我们理会的话 今年我们是编列五万六千元 比去年还少一万三千元 如果说督导理会方面 我们 我们都有在尊杰使用了 所以没有重复 以上报告 各位同仁有没有要询问 二之五 部长 这个 这个 春安啊 我也在咨询的时候 跟你们提到过 我们的春安的那个效能 到底如何 那他在这一个月之内 一个月之内 你要求的这些事情 那你把很多事情 有些 因为我知道很多园警 都是在基案 基案 就是说他把案子 放到春安的时候 他才要丢出来 那我觉得 这个并不是我们一般 一般在执行的一个原则 那 所以我说 你用这样子的一个project 一个 一个春安工作的这样子 是不是真的 其实我天天都要安啊 我祝你安啊 我天安 我不是要春安而已 我秋也要安啊 我春夏秋冬 天天都要安嘛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是不是要 那我也请你们做检讨了 因为很多人 比方说他抓到什么案子 他就流流流 等到春安工作开始了 第一天 第二天 他才把它弄出来 因为再会有奖金啊 这个会有 这会有 这会有绩效嘛 因为我们给他成绩嘛 你要他有达到coda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是不是要做一些检讨 还是说平常原警他在 他在办案 他在 他在这个 就会有些绩效了 那你特别用个春安的意义在哪里 过去 这个春安啊 我们都知道 从中国那边 沿用过来的嘛 是不是 中国大陆那么 土地那么大 然后以前 就是真的是到了 这个春假的时候 要过年的时候 四处都很不安宁 因为大家都有一点收成 然后身上有一些钱 所以你会用春安工作来 说 我特别保障 治安的安全 可是现在台湾的模式也好 我们的 我们是不是 适合这样子的春安 或是 或是 或是怎么样 这个project 是不是要做一些检讨啦 我的意思是讲 而且我 我咨询的时候 也有问过了啦 但是我一直没有得到 你们给我的 的回应啊 主席啊 主席啊 这个喔 我个人啦 周委員 我个人也是喔 因为我在地安也是 担任地安的这个 邪情啦 所以 春安这个事情喔 确实是跟那个 我们春节有关系啦 跟 跟大陆没关系啦 這個是一般 而且我们要让啦 在 这个冬天的 那是 也是啦 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过湖农立连啦 所以在农立连的这个 前后期间啦 这一段的时候喔 让大家 在老百姓 过得比较一个安稳的年啦 这一段时间喔 好 因为有很多啊 都是过年过节喔 這樣喔 都 那一段时间也天然地动啊 喔 喔 那我们要缓缓消消啊 喔 那地方上社会上喔 那我个人也参加做干涉活动啊 喔 喔 那对于在整个 春节期间喔 喔 邪情啦 讓其民结合喔 一起来维护社会的治安问题 很纯粹的 喔 喔 喔 在这个冬天的时间 喔 讓大家过年过得比较好 而且喔 讓犯罪率也减少啦 那我过年这个 这个蛮有意义的啦 是不是喔 我们这个不要剪裂啦 喔 不要 就让这个 让它通过啦 好 好 来 李委员 主席喔 这个案子是我提的案子 喔 这个其实是这样喔 春安演习你如果实际 实际参与過 春安演习大概就是 我们警察通常都很辛苦 这个我们都了解 但是本来他们就是他们的业务 那在春安演习的过程当中喔 包括民意代表 包括县市首长都会去慰绕啦 喔 慰绕啦 喔 像我过去担任过副市长 喔 我也是要去慰绕啊 要请他们吃饭啊 喔 要请他们吃饭啊 啊 所以春安演习另外在编预算 在慰绕人员 这个其实讲起来是有点勉强 这个本来就你们的 的例行的工作之一嘛 喔 所以这个我才会提这个案 就是说 本来是例行的工作 就照例行的工作编嘛 那不要为了春安演习 当然 同样很辛苦没有错 但是 不是为了春安演习的慰绕 另外编这一条 主席我是今天这样 是 这个 今年的预算不要删啦 好 但是明年以后啊 这个把它改到它的业务费里面 因为当年就在春安啊 每年再编一次这个 不是特殊性啊 临时性的这个啊 以后以后 这个什么春安什么安的 都全部编到业务费里面 去列就好了 不应该再 再编一个所谓春安费用什么 这个 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 好 好 好 谢谢苏长 这个陈委员的意见 你们可以接受吗 就是明年要 编到业务费 那我们是不是做一个 做一个附带决议好不好 嗨 做一个附带决议啦 呃 向你做 你把 做这个 你请那个 你有听到陈委员的意见 我们这样处理可以吗 好 另外做一个决议 好 二字五策案 二字六请说明 人事适合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我是属里面人事室主任林国青 这边就有我们远景情务相关 奖励金的申领跟运用 这边跟各位委员做个报告 那奖励金的一个核发的依据 是依照我们 本署核发各警察机关工作 基于人员奖励金作为要点 那这个要点是在我们 八十二年六月的时候 报奉行政院做个核定 那发给了一个对象 是我们全国各警察机关 執行警察任务 以及各项情业务的团体 跟基优的一个个人 那奖励金的 合发是两种 那至于团体奖励金的一个 运用方式 那他当然是 因为 呈办一些案件 非个人可以独立完成 所以有团体奖励金这个核发 那团体奖励金一般来讲 都有各单位 纳入到公基金里面 来做一个统筹的应用 那如果说你团体奖励金 要核发到个人的话 那必须依照薪资所得 一个扣角规定 来纳入个人的所得税的规附 所以用团体奖励金 跟个人奖励金这一部分 我们都循着会计程序的一个流程 来办理 以上做个报告 那因为 这意思是说 团体奖励金 纳入公基金 然后公基金要怎么用 是谁决定 这部分的话是由各单位 各单位他们自己去做个决定 就是各个单位的主管 那我能不能请问 你们给我的资料 我问了就是 102年到104年8月 到今年8月 核发第10序列以下 就是 警政四阶到警左二阶 第10序列以下 是 这个 个人奖励金的比例 也就是第10序列以上 跟第10序列以下的比例 是 警政署署本部 当然 因为你们第10序列以下的人员比例 比较低 是 所以他们领到奖金的比例 当然会比较低 这也很正常 但是如果照你刚才说明 我们发现 各个 警局的状况差很多 譬如说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就是你们署长当过局长的 这个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从102年以来 百分之百的 这个 个人奖励金 就是 百分之百的这个个人奖励金 都是给第10序列以下 是 但是 譬如说 彰化陷阱警局啊 是零啊 这个零不是说被第10序列以上零走 是要全部都变成 团体奖励金 是 放到公积金里面 是是 那放到公积金里面 是谁决定怎么用呢 跟各位报告 那当然是机关的一个主管 那是局长嘛 对对对 局长决定怎么用嘛 是 所以呢 大多数的 警察局 看起来 都是发给个人 然后 多数都是给 第10序列以下的 基层 比例上都是基层 是 可是特别啊 彰化陷阱局 这三年都是零了 金门陷阱局 这三年都是零了 刑事警察局 今年是零啊 等一下刑事警察局为什么 预估是百分之百六 报委员 因为刑事局 他没有十序列以下的人员 他都警备队的警员 非常少 那为什么 102年是百分之九十九 103年是百分之百 刑事局这边 到12亿底 他预估说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他是还没发 还没发 对对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 是零 第四 保释总队是零 保五总队是零 保六总队是十九 百分之十九 然后去年百分之三十八 今年百分之十三 保七总队呢 又变成百分之百 保一总队呢 一百零二年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七 一百零三年是零 今年是零 警察通讯所是 都是零啊 警察公共电台都是零 这状况可能比较特别吧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我们就看各地各县市的警察局 标准差那么多 团体奖励金放到公积金里面 因为当然对局长比较方便啊 你所有都放到公积金里面 让局长去运用 这样不是 然后有的大部分警察局都是 发给个人 为什么你要让他们放到公积金里呢 是为了结税吗 还是让局长比较好运用 说明一下好不好 这个针对彰化县等这几个警察局啊 他的使用都申请 变成团体纳入公积金 统手运用这部分 我们警治署来 通行来做一个规定 各县市的一致性 不要让他们通通用团体奖励金来应用 纳入公积金处理 好啦 检讨一下好不好 这就是2-6提案的目的 2-7请说明 有关2-7的部分也是属于奖励金 那奖励金的说明有提到 有一些是我们新闻媒体的处理部分 那说明的部分是 第一个新闻发布跟处理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鼠里面已经通行各警察机关 最有关刑事案件的新闻发布 那应该要注意相关规定 而且规划相关的奖励 来强化我们远景的一个教育训练 那第二点就是 我们也持续要求我们各警察机关 要依照我们警察机关 侦办刑案新闻处理 引行注意事项的一个要点 并且落实侦查不公开 的相关要求 以及人权的一个保障 来做一个精进刑事案件的新闻处理 那未来的话 各警察机关如果遇到一些 严重影响民众安全 跟社会治安的重大突发事件 那我们要求各单位 可以适度做个公开跟揭露 那我们也持续严格要求 来遵守我们 以刚刚所报告的相关规定 那并且定期由我们业管单位来加强集合 来兼顾保障保障我们被告 还有犯罪嫌疑人相关的一个隐私跟安全 那至于奖励金的一个科目这一部分 我们的警政署的一个工作计划 那一般行政它主要是推行 一般行政管理的工作项目 那至于有关于办理各项情业务 第八届第五会起的一个委员会的决议 我们有拟于警察人员人事条例 第37条之二 那我们针对一个警察机关合法奖励金的法案依据 也报道我们人事行政总处 在103年的10月8号 那经过总处的合务是 建议是军公教人员法定给予以外 其他给予项目法制化推动计划的审查结果 以及立法院审查公共人员基准法草案的进度 在办理相关的法制化的事宜 那这部分我们也尊重我们院里面 还有行政院的相关规定 我们配合相关期诊来做一个办理 拜托 好 各位同仁有没有要询问的 如果没有我们周委员 我想请问一下 上个月为什么又有记者被抓 就是说在这个整个承抗 我们是在说记者的部分他是工作嘛 那他不是承抗者 那如果我们有做一些改善的话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 我们到现场做报导的记者 还是会被警察一起抓到这个拘留室 或是说被没收身上的电脑等等 这样子的事情啊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那个案件是在松山机场 那就是承抗的人 他们冲进了这个滑航的那个大楼 从一楼进去 然后上楼一直到八楼 里面破坏安全门 然后拿他们灭火器啊 针对我们的那个 里面有一个松山分岐指挥所 他把那滑航器喷进去 里面有破坏 然后提告 提告因为他都一起进去 一直进去 就是没有办法判别 到底是不是记者 他是要 他出来之后要上车之前啊 我们通通没有上铐都没有 就是带回去问 同时他律师通通到了 律师律师通通到 那检察官也来了 那检察官就后来 我们把他移送之后啊 检察官还是做了交保处分的 过程是这样 因为一起通通冲进去吧 我们也没有办法判别 里面的安全门啊 从一楼冲到上去 还拿没有去喷了整个现场 我们刚好那个指挥所 在那里通通都昏昏走壁 但是这种状况 对不起 陈署长 这个案子喔 这个案子其实就是警察 警政单位跟媒体公关的一些问题啦 那其实昨天也有 好像也有人咨询到 就是 就是之前那个所谓 国际卖淫的风波 也是搞得沸沸扬扬 那中间的过程里面 这个当然 各个单位都有可能 那还是把 这个有些不该外泄的消息 那基于 基于抢工啦 或者是什么样的心态 那把它release出去啦 昨天喔 他那有人咨询过 我就不再不再讲 但是 我想要请教一下 昨天 这个彭婉如事件 到底是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彭婉如 昨天的跑马都说破案 这谁可以说明一下 那今天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 其实又是乌龙一场 跟各位委员报告 所以乌龙就是讲说 因为不是事实的 比方我们并没有 到目前没有 所谓新发现DNA 这是不是事实 也没有来跟我们查证 他就直接在电视出来 这个是指这个 那事实上 彭婉如案 从案发之后 我们这个专案小组 还有持续在做 虽然进度不大 但是这根据现有的 一些旧有的这个资料 还在我们刑事局 一个专案组里面 那么有人员的更替 那新来的 会再重新再重启调查 那对以往的这个数字 这个这个资料 我们有努力在做 那只要有一些发展 就会跟当地的检察官做报告 那报告之后 就有一些调查的 应该讲清查 就是清查跟破案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消息 就是这样 就像委员刚才提到 不晓得哪个管道流出去 这也造成我们 侦查上的一些困扰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内部也会 在做一个要求 但事实上 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线索 即便在侦查期限到以前 我们还是在努力中 以上 其实回归这个 回归这个案子的本意 其实刚刚姚委员说 其实这个 是我昨天我问的 那其实我想要强调的 就是说很多的被害人 因为认为说 去报案了之后 各自可能会公开 或者是因为你们 办案的人员 而把他们的资料 就是 曝露出来 然后变成好像 对他们是一种伤害 所以我想要强调的是说 除了就是在整个 办案的过程中 你们的严谨的程度也好 包括说譬如说 这里的 自己叫替代义男 然后去破案也好 或者找美女警察去破案也好 这部分最基本的训练跟警察的态度 都应该要有 所以这个是回归 就是回归到这个我想要提这个案子的主要原因 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 因为昨天我讲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这个对很多受害人来说都是一种困扰 也是二度伤害 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说 在这最基本的 对于原警他办案的一个态度也好 或者是如何要保护受害人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在 应该要在教育上再做加强 这个 程委员这个提案是 是很有道理 我们以前也发生过 我记得那个上次那个什么光碟 李什么什么锐那个 李中锐 对不对 那是 那是好像是刑事检察局那边 也有原警牵涉在里面 才会 事情大的 对不起 事情大 那他有的是 为了要跟媒体做关西 有的是因为 就是团来手 sample 跟 ここ就是5 就是人性 但是这个对被害人来讲 或者对那个嫌犯 他 无论是对嫌犯 对当事人其实都不公平 都不应该这样 所以陈委员这个提案 希望内政部跟警察署要正视 这个其实你们要提专案报告 你们要提出你们怎么样 定出严惩的办法 这要非常严格的 这不是刑事诉就而已 这你们内部的行政处理 马上就要做处理 我简单补充一下 我们有监看的机制 尤其是电子媒体 看了之后我们其务指挥中心 会给刑事局 刑事局会会会还去检讨 因为侦查不公开 或违反个人隐私保护 这部分本来就有做 但是这个可能力道不够了 强化还是有追究责任的 我们24小时有人监看 监看之后发觉不对 侦查不公开 影响到刑事局就交案 交案给各地查 查结果我们再了解 如果有犯错就处分 现在目前有这个机制了 我们还在做节奏 这我们等一下一起处理好不好 陈伟你要再说 好 请说 像你说 发现他犯错 你再去惩处 其实这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其实真正这个资料 外泄之后 受伤的都是当事人嘛 那就像 就是我们昨天所讨论的 就是大家都好像 把它当成娱乐或八卦 然后在那里猜谜或干嘛 其实这个对大家 当事人来说 包括说 其实都是二次伤害 所以不能说 站在你们的角度说 我们就是有惩处了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 机制都建立了非常的完善 那我觉得我想要强调是说 这个在你们最基层的 这个教育训练上也好 包括办案的一个 警察的一个态度也好 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想要 比较想要强调的这个部分嘛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二次七千 这个照案通过啦 就是这个 呃 陈委员的这个提案哦 端正警察封禁 强化各警察内部管理 对啊 你们专案报告来 其实就解 列案的两亿四千零四十四万 冻结五百万 提出专案报告 专案报告 专案报告 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好 二之八 刚才说明过 诶 二之八没有 有二之八二之九 二之十都说明过了 这个我们等一下 一起处理 等一下一起处理 好 二之十一请说明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我是警政组后勤组 刘章演刘组长 有关二之十一 这个警用大型重机车的 购置跟维护案 那说明如下 这个 我们署里边是 对各县市的这个车辆 都有定一个设置基准 那重镜机车的部分 也是有依人口数 交通数 那道路状况 有各县市提 相关的数量 那我们做审核以后 就确定 那报行政核准 那现在各县市的 重型机车的总配额 全国是823辆 但是限流数 只有567辆 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自治法 第十九条 还有财政法文法 是从92年开始 这些车辆的采购 属地方事务 所以都是各县市 依它的财政状况 还有实际需求 那自行来办理 编例议算来采购 那这个规格的部分 也是各县市 依据它的实际的需求 还有地区的特性 采公开招标的方式 有部分 有一小部分是限制性招标 他们来自行来采购来核销 那维护的部分 也是各县市 他们自己 依当地的这个实际的状况 包括有市场的机制 那编内维护费 来办理核销 所以各县市 确实是有点差距 像台中市 大概不分新旧 编到一部是4万块 那台北市 是每年 新的是编维修会 7500 那旧车是每年 编2万4 那这部分确实 我们署里边 大概就是控管这个 配务数 还有相关的 这个限流数 那财产盘点的时候 有稍微看一下 但是确实没有 没有做其他的 这个管理机制 所以这个我们以后会 列入装备检查的必要项目 还有财产管理 我们会加强 还有他的 维护的核销的部分 我们会加强来督导 那委员T要我们 冻姐署里边 我给你请教 我们这个大型重机 我们是用共同契约吗 共同供应契约吗 没有 没有啦 各县市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去采购 当然你说 譬如说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譬如说屏东好了 屏东假设他一开始用某一个厂牌 A厂牌 他以后的采购 其实合理来说 除非他有问题 他应该是沿用 会比较 你的这个 保养跟补给系统 会比较 比较好处理 对啦 我知道了 我也不是要这样要求 因为毕竟这些 它不像 我们一般的这个警用机车 因为量很大 那几个厂牌 你比较好 就是那几个白柱 你这个 你这个 补给或者保养 这个后勤无余 但是呢 我们这个 这个大型的重机 因为它的量比较少 那它的厂牌 反而比较多 对不对 比起我们一般的这个机车 我们一般这个 从轻型到重型机车来 它厂牌比较多嘛 有欧洲的 有日本的 有美国的 反而比较多 好几个 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嘛 对不对 所以它反而比较多 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它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它其实应该是 可选择性比较多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如果 我都不要讲哪个厂牌 我调的资料来看 其实 是高度一致性 当然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某一个厂牌比例比较高 那 当然 我也不是说哪个好 哪个不好 一路就公平嘛 来竞争嘛 他是来公开招标嘛 但是 我要提的问题就是说 其实 你们应该去做一件事情 你们应该去了解 因为最 使用最 有这个 是使用者 跟那个单位 你要去了解说 他们 的维修 的提供的维修 是不是好的 你知道我意思说 我来标给你标比较小 但我后面给你了好吗 我后面给你的这个 包括 包括这个零件啊 包括这个维修保养啊 包括他的故障率 包括他在使用上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意思倒不是说 因为他就没法 就要公开招标啊 但是你的问题是 你们都如果都没有去做 评鉴或者是 做反应的话 就做了解的话 就这样就落下了 就一直这样下去了 我一直有听到一个 声音啊 但是我都不要讲 厂牌啦 对某一个厂牌 会有不同的一个评价 但是 好像大家会看到说 那像这个就较好 我觉得这个 你们要去做个了解 因为有的时候他会 因为他的这个 他的可能 他占的比例比较高 有可能他的 大家就习惯 就会用了 这也有可能 好不好 我只有做这个建议 好那我们 如果其他同仁 没有其他意见 我们预算 等一下再一起处理 看单周围处理 二支十二 说明过 等一下一起处理了 二支十三 也刚才讲过了 二支十四 报告主席 各位委员 我是教育组 组长 张永茂第二次 来报告 那二支十四的提案 那我们 最近几年 这个基层经历 严重不足 那请本署不得不 这个扩道招训 那这个当然招训多 都会产生一些 纸的问题 那在这个训练设施 跟师资的 订聘方面 难免会有 不够周远 不完备的地方 但是本署今年 已经有编列 516万的这个经费 在这个设施 保一事务的设施 后面来做一个 购置跟整修 那另外 我们前几天 也应用一些经费 在发包 也招标出去了 有150万的 运动跟健身器材 等等 对这个设备的部分 做一个改善 那师资的部分 我们这个景专 为了这确保训练品质 也有办理 五项的精进作为 那至于餐厅的 饮食卫生部分 保一总队 也有加强 督导膳食的做法 总共有五大项 在这方面 我们都做一个 很完善的一个改善 那不足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 透过经费的取得 因为我们 这个教育训练的 业务会 总共是7722万 那这些 大概有6000多万 都是补助各县市的 各县市的 包括他们的 常训设施 这些靶场训练的用地 师资 这些教官 助教批力的训练等等 还有本署办的 相关的班旗 像分级兰班 基层干部讲习班 这些也都是 各县市来的同仁 基本上 这些钱都是用在各县市 那去年 我们有编累 9154万 那今年 已经减少 1432万 只剩下 7722万 那如果我们这个经位 在冻血 或是三贤 我想这个整个 台湾的这个警察的教育训练 可能会 非常困难运作 我在这边也请托 这个委员支持 各位同仁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等一下 这个一并处理 二支十五请说明 保皇组 安检的 主席各位委员 警政署保皇组 主席财富坤报告 有关二支十五案 要冻结一千万的部分 报告如下 因为航警局 在过去一年当中 我们总共查获了 74万件的绩效 但是也发生了六件疏失 这六件疏失 相关的当事人跟干部 都处于申戒 寄过 甚至到寄大过 为了提升安检执行的效能 大概有两方面可以做 一个是提升工作的纪律 跟勤务的纪律 这个部分我们 除了加强督导 跟犯错的部分 可以陈处之外 最重要就是值得提升 值得提升就有赖于教育训练 所以在目前安检人力 没办法马上补足的状况之下 值得提升显得格外的重要 所以我们建议 大院在有关 教育训练的部分 建议不要冻结 因为我们这个训练是每个礼拜 每期都要做的 这个是航警局吗 对不对 是航警局 航警局的预算不在我们这边 我们把航警局从警政署割出去好了 割到交通部 我知道在作业基金 我知道了 航警局有没有人来 来 请说 这个航警局的 航警局的预算是编列在 这个民航局的作业基金里面 这样 我再跟你请教这个案子 这个就是从 198年 第15案 这个 客舱的这个 发现有鞭炮的这个 这个事情 这个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主席各位委员 航警局局长魏迪坤报告 从98年到104年了 那总共发生 安检的疏漏有9件 那么103年是5件是最多 那我们深入分析各种原因当中 那人员的训练不足是主要原因 那其次呢 还有安检人力的不够 那也其实 也是重要原因 因为受限于行政院组织编制 及原额总量管理的规定 没有办法 随着航空货运量 旅客量流通数 适时增加 这也是适时 再加上 历年来 我们旅运量 譬如说100年有2490万人 103年 增加到2580万人 那安检人力 却没有办法相对的提升 所以安检人员的 这个体力也好 或者各种勤务负担是很重的 那么刚才我们 书里面的安检组长也说 旅运量大人 因此安检工作就会吃重 从100年 我们从18万查获的维安物品里面 刚刚讲鞭炮也是其中之一 无论是鞭炮 打火机 铅栓电池 各种刀器 从100年的18万8631件 101年变37万1719件 到102年变成45万3924件 到103年 竟然变成74万1891件 那么今年的1月到9月 我们查获的维安物品 是635457件 当然鞭炮也算在里面 那跟去年同期比较 我们就增加了9万多件 所以随着旅运量的大增 安检工作也吃重 但是因为 我们并不因为工作负担重 而降低我们的要求标准 安检工作本来就是滴水不漏 不容许丝毫的舒适 因此我们也做个彻底的检讨 随着航下兴建 第二航下的扩增 第三第四航下兴建 我们有依据短中长规划 增加警力 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 局长不好意思 我必须要打岔 我问你一个个案 我知道你们航警局的人力 长期不足 我也知道每一次警政署 都会优先补你们的人力 但是呢 你们人力不足啊 不足以作为 来说明为什么会发生 这种离谱事情的理由 那是你们行政机关 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是 拜托部长去行政院争取啊 对不对 他那个鞭炮 他没有藏起来啊 那他觉得他还可以带啊 他又没藏啊 他没有藏在身上啊 他就放在行李里面 他就带上飞机啦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个案里面啊 那个鞭炮 是进门分住所 这个同仁是执行的 也是很认真 他前面有一个旅客 他带了一个马达 那马达他在拖运行李的 X光照出来之后 他就要开始追究这个马达 但是他没有按照 标准作业程序 必须把这个轮盘 给他停住 所以后面这个 提运行李里面的 那个鞭炮就过去了 我们检讨里面 我们就认为说 他的SOP程序 没有按照规定 所以我们承处他 一方面要求你们的训练啦 一方面我们后面会要求 这个对于民航 这个航警局要做检讨 这个案子等一下一起处理 好不好 谢谢 好 二支十六 保安组 保安组 组长李正宗报告 有关于 二支十六 就是 今年的七二三号 教育部的黄柯刚的案件 还有 还有十月七号 马其会的承抗案件 那我们有两位记者 被刘志来询问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这促进这围 有四点 简单的报告一下 第一个我们加强人群的教育训练 那我们在每次出勤前时候 我们的带队的干部 都在亲情交易 请我们同仁 务必要执行 那个执行技巧 还有态度和情绪管理 来保障人权 第二个就是我们 在媒体采访的方面 我们已经请各警察机关 在专案情统编排 媒体联络人 作为警方跟记者联系的桥梁 保障记者采访权 第三点报告就是说 我们在警察依法进行 刑事案件的调查的时候 对于犯罪的现场内 直到了解有记者的时候 在市政委真明确之前 不宜进行认为是犯罪嫌疑人 应该先列为关系人身份 来协助调查 第四点报告就是 我们在强化媒体沟通方面 我们有建立一个媒体 联络窗口的机制 强化警方跟采访的媒体 来沟通协调 并也在亲情交易时候 我们还有教育内容 我们都有在加强 以上报告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我觉得你们都讲得很轻松 不是啦 我要跟你请问 这个李委员这个提案里面讲的 叫做公民记者 来你告诉我什么叫公民记者 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公民记者 报告主席 他称叫公民记者 对啦 就什么叫公民记者 你就跟我讲你们的定义 就公民记者跟报社记者 跟电视台记者什么不一样 他这个提案里面是讲的 以公民记者作为例子嘛 报社记者跟两名公民记者 遭警察逮捕嘛 来你跟我说 来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公民记者 跟委员主席已经跟委员报告 那我们现在在聚众活动里面 我们经常会看到所谓的公民记者 那公民记者事实上基本上 我们也是肯定他 他们对这个传播这样来说 我们都肯定了 那就是说我们也欢迎公民记者采访 而且尊重跟保护 那就是说我们在实际上在 公民记者跟传统跟电视媒体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们本身 平庙或是电视台会有他的 所谓的识别证 或者有他们电视台的一些 很明显的一个标志 但基本上公民记者在现场去的时候 当我们远景在聚众活动这个 混乱场面里面 无法很明显的去辨识 所以特别是政府警察局 他们自己就会有定了一个 所谓的就是这个背心 背心 然后他们就是公民记者 看到这种背心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媒体联络人 他可以跟我们媒体联络人讲说 我就是公民记者 那我来做这样一个采访 让远景知道有所区别 而给他保护 所以我们像这就是一个背心 这我们现场都会穿到这个所谓的媒体联络 这样一个边心 来做个区别 那只要 只要他说他是公民记者 我们都会给他一个必要的协助跟保护 那我们常常遇到就是说 事情发生之后 之后他讲说他是公民记者 所以有一些的误会跟 所以上报告 我的建议是这样 请你们听一下我的意见 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媒体环境 跟过去也不一样 所有的这个传播的媒介跟过去也不一样 那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传播的这个平台 他可能在网路上 他可能也不是很有规模 他也可能是个人的传播 那你们要怎么去处理 这第一个课题是怎么样去处理 这些 我们假设他是 真的是来报道这个过程的 那你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们要去定一个规范吗 或是你们要给他一个标志吗 他要不要需不需要透过什么样的管道 跟你们提出要求 或他自己要不要去做一个识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在现场的状况 你们的这个界线要怎么样去划分 我现在是站在你们的角度替你们想 假设 这个 有一群人就翻过了这个 谨慎署的围墙 假设这样讲 那有一群记者也跟着翻过去了 那对你们的 这个标准来说你们怎么去处理 那你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场面上面 你怎么 你有没有能力去划分 一个 这个采访的界线 或是你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你们要去把 这个状况要去推想 要去处理 的是 包括传统的电视台 跟通讯社 跟报纸 跟杂志的记者之后 还有另外一群人 这是 第一个课题 第二个课题是 好 这些人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媒体 这些记者 他们当然是期待 能够有最接近的报道 他们 这样才可以看得到 才有那个镜头 不管是摄影 或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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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样在 这个处理的过程里面 你们要不要有界线 你们界线要怎么定 你们要去怎么样去 或者是超过这个界线 你就要自己去复制了 我就不知道保护你的安全了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 或者是怎么样的关系 就是当你们在执法的时候 跟他们在报道的时候 这个角色的冲突 你们怎样去抓这个界线 我觉得这个是 李委员这个提案里面 那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个重要一点就是 我怎么样又能够执法 怎么样要去照顾到 这些报道的权力 跟这些记者的人身安全 你也不可能派两个人在旁边 坐营的随护啊 这个当然不可能 他们也没有这个要求 那可是这个界线要怎么画 这个我想 等一下我们再来做处理 各位同仁对 2-16有没有其他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处理 2-17 18-19 资讯室 你们云端预送 发展计划的这个部分 2-17 2-18 2-19 请一并说明 资讯室主任叫本您报告 有关于我们云端运算第二期 我们最主要是 分成三个部分建制 一个部分是 我们连结各县市警察局 入口建制的这个监视系统 把它整合起来以后 跨县市之间可以彼此调阅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 我们建制大数据的巨量资料的分析的平台 因为现在资讯技术的进步 我们可以不同形态的资料 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来让犯罪侦查更有效率 第三个部分是 台湾部分的 M-Police的这个设备 那因为我们这个设备 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旧型的这个设备 已经非常的老旧 那M-Police在我们的各种情务的这个运用上 尤其是远景在第一线直前的时候 都会用到这个设备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加速台湾 那请各位委员支持 谢谢 各位同仁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询问 对于这个 警政云端运算发展计划第二期 你们今年编的是两亿五千八百四十万嘛 对不对 是那这个当中有四千一百四十万是金长门的预算 事实上是同一个案子 那委员的提案认为说 你这个绩效指标啊 跟业务目标是没有办法连结啦 譬如说 你能不能透过建立这样的一个 这个建立这样的一个计划 能够有对于通气犯或试车的 试车的破货率 失踪人口的巡货率 这些指标 有没有办法连结起来 就是说 你怎么样去评估 我因为有了这个计划 当它落实之后 我这些会改善 其实我们 NPX使用之后 我们每一年 试车的查询 大概都超过两万部 那 失踪人口 还有在查普逃犯的部分 也都是查获的人数非常的多 那我们最主要是说 这个绩效指标的部分 如果是以整体的这个犯罪的发生数 或者是破获数的话 是跟整个刑案的侦查座有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指标 就是百分比很明确的定出来 那事实上 这个绩效是非常好的 我来问一个 因为我们基层 基层最重视的就是 现在有些刑案发生 我们要调那个什么 造势的汽车 或者是犯案的歹徒 所行进的路线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有没有直接解决在 譬如说重要的路口 或重要的巷道 在不侵犯人民隐私的情况之下 对整个公共资安 维护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 一定有直接关系吗 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就会做 对 所有的会做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有没有一个计划 说那个数量 大概以每年多少的 譬如说路口监视器 以多少的数目在成长 或者是在 因为国内现在交通建设很多 一交通建设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评估 那个新的道路的本身 是不是要设 那个路口监视器 类似这样的东西 跟你这个部分 直接的关联性 你要跟我们做一个说明 我向委员报告 路口监视器的部分 我们还是让各县市 政府自己去建制 但是我们是把它 各县市建制的 我们把它连结起来 那各县市只要它的 建制的规格是符合 我们可以整合进来的 我们通通会把它整进来 同时我们可以做 跨县市 或者是它可能是 不同辖区 它的路径的分析 或者是可能 异常车辆的分析等等 所以你现在这一些经费 只是用在整合 没有用在所谓的 硬体上设备的扩充 没有 是没有 这两个是分开的概念 是分开的 是分开的概念 但是它是可以把 各县市的这些硬体 连结起来 做一个有效 而且全部都数位化了 是 现在全部都数位化 OK 好 来 座委员 我请问一下 你们这个路口监视器的 这个部分 有没有包含 那个高速公路的 高速公路目前是由 高工局来建制 跟这个不一样吗 跟这个不一样 所以高速公路的那个部分 是由远通那边来处理吗 那个部分 因为它是用 这个e-tech的辨识 我们就是 我们会把它整进来 但是因为它那个设施 是由 这个交通部 它在建制 我们是由刑事局来做处理 不是啦 那如果在这上面犯罪的话 你们要去找远通喔 还是怎样 未来我们这个系统 我们这也是无法掌握的吗 没有掌握吗 没有 我们这个系统未来会跟 呃 我们刑事局这个系统做连结 也会跟交通部做连结 但是呃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什么时候会连结 呃 就是明年在这个计划 会先做第一个 少部分的连结 因为它 所以高速公路上面的都是零 就是没有的 我想要确认的是 在高速公路上面的 这些资料 影像调阅资料 是我们的警方 目前是无法掌握的 我们是 对 跟委员报告 现在本来是 在高速公路 在那个收费站 都有329个摄影机 那拆掉改e-tech的之后 下头改e-tech 对 那e-tech里面 它还有 还是有它的那个照相 也有它的录影照相的功能 但那调阅会比较少 你要去损e-tech嘛 对吧 那我们已经拉好 现在已经拉好了 现拉好了吗 拉好 我们现在这个e-tech资料 已经跟我们 它是还给 资料都是高工局的资料 我们有一个平台之后 由刑事局的 这个查到 所以现在刑事局 如果有事情的话 要先去跟高工局调 就直接已经讲好了 我们共同建制了 共同建制的 已经建制好了 建制好了 局长 我就直接这样问 如果今天 这个时间 高工都发生了一个东西 对 我们要用的话 以目前来讲 委员问的就是说 马上可以用 马上就可以用了 落差大概五分钟左右 所以实际上已经在用了 已经在用了 也就是说已经在用了就好 就确定已经在用了 所以没有 也不必说 听过远通同意 都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说 跟高工局同意都没有 反正就是资料平台共享 它全部共享 对对对 资料平台共享 所以远通他们也会有资料 他收费的 他为了收费 他收费资料 对他也是有整个的监事 监视的资料吗 e-tag的资料 e-tag 收费 他是收费 为收费而治 好 各位同仁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要询问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第二幕的提案 都已经 这个 大家都已经做了这个 他们也都做了说明 我来做这样的建议 对于要做 冻结案的部分 除了二支期 我们已经照案通过之外 其余二支二 二支三 二支四 二支六 二支十一 二支十三 二支十四 二支十五 二支十六 二支十八 二支十九 等各案 我们在第二幕 就 这个 统一 冻结 四千五百万 整幕 然后 等他们来做专案报告之后 都满足这些冻结 解冻条件之后 再予以解冻 加上二支七的冻结五百万 就是冻结五千万 请问 有没有意见 那个 我认为 这里面的一些 刚刚理由 谈论 我们都很清楚了 比如像刚刚那个 公民记者那个部分 我认为 警政署 或台北市警察局 他们都已经在提出一些方法 所以 我认为 他们有在 只说这个方法 能不能善用 或者是有效 这可以讨论 但是我觉得 警政署是有在努力 这一点我必须 我们要肯定他 所以我建立 我就具体建立 我就冻结这三千就好了 好不好 好 好 就是 各位同学 有没有其他意见 我们 就是冻结 你是说三千万 连那个五百万 就三千五百万 好 就是第二支七 冻结五百万之外 这个其余 个案 我刚才就念过了 我就不再重复了 冻结两千五百万 这个来 认证委员做专案报告之后 使得动之 简列案里面 除了第五案 测案之外 二支一 二支八 二支九 二支十 二支十二支十二 二支十七 我们 简列一千万 在第二幕里面呢 这个请自行调整 可不可以 简列五百万 可以啦 来 各位同仁的意见 好 我们就简列第二幕 简列五百万自行调整 冻结三千万 连刚才二支七的五百万 五百万是就二支七那个案子已经通过了 单独冻结 其余的两千 冻结两千五百万 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 好 接下来我们处理 这什么 二支五改主局 这个我念一次 看大家有没有意见 有关请 来周委员 那个主席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决定 但是我想要再补充一下 这样二支十五 就是在航警局的 这个航警安检人员 其实我刚 我刚经过我们的这个机场 我觉得机场是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因为我们人数是不足的 就是说安检人员非常的不足 那现在的那个流量是非常的大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我 我觉得我们省那么多次的预算 那国家一直不断的在开放中国观光客 不管是团进团出还是自由行 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这么 这个不管是移民署 或是我们航警局这个部分 我们人力如此的缺乏的情况之下 几乎从来没有听过 各位去对我们的行政做反应 那只是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们会说 我们缺人 我们需要经费 可是真正国家在制定一个政策的时候 这必须要 这必须是来自于 比方说移民署 比方说我们航警 比方说海关人员等等 这这么多的单位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 比方向航警局好了 你们在就是你们出来挨说 国家不好意思 还是政府行政院长 我们这里有人员非常缺乏的问题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是我觉得 每一年都这样子省 可是其实都一直不断的在放 也不管我们的国安的情况 也不管我们的这个人员 你知道航警局在基层第一线多辛苦吗 我刚经过那机场 我跟你讲 他们看那个包包的荧幕上面 其实坐到这样都 我觉得那个是不是像工作的样子 在工作的样子 你就要做好 做挺 然后很专心的在看 可是他们一副就是很累的样子 如果我们的国门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跟你讲 所有的国人都要感到非常忧心 因为一来他们第一线 他们这么辛苦 他们可能轮半 我没有仔细去问他们的轮 但是我看得出来 他们非常疲累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国家还不断的在放 还以非常多的人进入台湾 还要中转什么转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的国家的政策在哪里呢 我说一下 非常谢谢周委员 对我们机场 尤其是航警跟这个移民官员的这个关心 第一个在移民署的这个部分 我们本来提出了一个50人的增加的计划 行政院第一次是先核定了增加25人 那这个已经正式的人员已经核定了 第二个航警的这个部分 我想刚才署长也报告过 我们都是优先补充航警的人力 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支持 希望这个民航法的修正 希望把航警的有一部分不涉及公权力的部分 能够改为这个保安警察 保安保警 保安人员保全人员来做 那这个保全人员我们也在修改这个保全法 我们希望在保全的人员能够分裂 然后而且要有一个类似技术式的这样的一个证照 然后由警察来纳管 那这样的话他可以来取代一部分我们这个警力 部长你讲保全你真的自己去看一下 你早上比方说六七点你去机场看一下那个保全 还有你晚上回来你看那保全的素质 你会很怀这是我的国门吗 驾路没新驾路的行 啊就两个人然后就好像在散步一样 这个叫就是国门喔 我要请你去看一下就好 你不要你要微服出训 对前任的航警局长在你后边 要微服出训 所以委员的意思应该就是针对就是 如果未来是保全人员的部分的训练啦 我一回跟朋友我们的服务员大家去日本 来里不知道什么人放一支说要下水河的桌子 去日本都没有检查出来 出于日本的警察就检查出来 所以代表我们的分点 我们的检查比较最少 所以日本我问 我这在台湾去的还要检查一次 简单说是这样 所以他们在国内线旅游看到台湾旅客 他们知道说在日本 在台湾检查是清清菜菜 所以这个训练要加强 好我们 等一下 我们刚才 二助改组决议 对来 二助改组决议 我念一下大家听一下 有关警政署及所属105年度预算第二幕 警政业务向下 业务费扩大领检及春安工作 编列春安工作执行人员任务讲席及勤务工作 所需各项业务费 1220万8000元 为春安工作之勤务督导 细为 因为 因为该属立行之业务工作 自106年度起 前开预算 改列为警政署 经常性治安工作预算办理 好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我们就列在最后一个主决议 好 第三幕三之一请说明 各位委员各位长官 我是警察通讯所所长沈柏阳报告 这个第三幕第一号 这个案子是警政发展方案第二期 那已经奉行政院在103年有通过 在104年有做修正 那业于105年 本署及所属单位预算书的 第0821269 跨年期计划 盖款表里面有劣势 这项计划当中 只计划提升 警用通讯系统效能计划 总经费是两亿六 六千八百一十一万 一十万分四年办理 104年度以编列六千一百四 四十万 那本年度是续编 第二年的这个经费是 九千零四百五十 零四十零 零四十五万四千 这个包括建制新一代 多工机等微波通讯设备 六千两百八十五万四千 那举举交换机 一百四十万等 那这些东西就是说 因为我们警用的通讯系统 变临设备老旧 预使用连线 那系统容量逐渐不乎使用 及断线 断线的 对不起我打岔 周围人这个提案是要问说 你们计划为什么变更 你们计划有没有变更 不用讲那么多好不好 我们那变更的意思 那当初的变更是这样 是那个行政院是说 我们那个建制的系统 为什么都是替各警察局变更 他说这个因为经费都已经 化给地方了 那中央跟地方要有一些批分 要有一些各自分摊 那叫我们要做一些修正 那我们有做修正说 请地方来负担我们的那个 电费啦 还有机房的基础设备 那我们来负责设备 就是我们的设备 维护是我们来负责这样子 所以是整合计是没有变的 那只是把它分到各地方去 编列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就是说这个他 他原来我们是三年 他把它拆成四年 因为经费的关系 把它拆成四年 这个是他有变更 那我们变9000多万 那1亿多 他可能三成9000多万 那因为这个中央的财政有困难 就叫我们变成9000多万这样子 对啊 我知道就是钱变少啦 所以我才问说 为什么会钱变少啦 所以 地方是谁负担 这是县市政府 县市政府啦 所以变成县市政府要负担 县市政府如果钱拿不出来怎么办 你们分属哪几个个县 是所有的 全国 那实属以外 全国 那你们各分给他们 要他们自己要各编多少钱 你有这个数字给我们吗 你少掉的钱 就是变成是各地方去编的吗 对不对 少掉的钱是原来我们负担 有一些像租金 那个费用是他们要去负担 如果没有意见 这个案子还要再问吗 还是我们就撤案 好啦先撤吧 你给我 你请你把那个你们把剩 就插额你们分放 分开哪些性 这位我建议就是他们可能没办法算插 但我觉得你们就把以后地方项目要分担的项目列出来给 他没有办法分担他怎么可以编的出这个东西呢 他一定有啊不然他就是在乱编预算啊 你的差 你以后就还有年度的 你那个 我怀疑他们能不能差额 你差额算得出来吗 可以 你可以有种气 你到了会有差额啊委员 你数学不好喔 我不是数学不好 我是怕他以后是年度上跨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延伸性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好 三之一策案 四之一 四之一这个不用说明了 上次说明 刚才说明过啦 你们就过来做报告吧 好 就不 呃 就不删减啦 好 冻结三千万啦 过来做专案报告 对已经并在一起了嘛 刚才有并在一起吗 刚才那个其实 提案 提案 他并在前面那样来报告啦 对了 你前面有一个三千万 哎 我认为就是说一样并到里面报告 我目的是为了让他来报告 好啦 第四 四之一 病到第二幕 第二幕 去做专案报告 好不好 没什么病啦 你要把四之二 你是第二幕的警察出来 给他修改啦 第三幕 解释了 老师 anto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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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都有 多业 没有 有 這只是質疑說你們為什麼沒有防暴的訓練 其實是不一樣 但是我那不一樣 那不一樣 二支 把二支十二修正啦 就是把這個四支一把它併進去了 好 好四支二四支三一起說明 保安局李正恩報告 有關於四支二四支三就是內政部會維護中央機關所長及特定人士安全 在九十七年七月一號我們就定一個中央政府機關所長及特定人士安全警衛派遣作為規定 規範裡面就安全對於安全警衛派遣的對象還有條件期限方式等都做一個審核 然後由對象審核對象自己主動以書面提出申請 經我們本署來做一個審核他有沒有遭受強暴脅迫或恐嚇 他個人的生命身體或自由有沒有受到危害 如果有這具體事後我們在評估之後再報警不如去派遣 然後交由保六總隊來執行 以上報告 好 我先處理一下剛才那個第四支一齁 四支一 先我們把二支病到二支十二然後二支十二改成凍結案 就不簡略給洞結案 好四支二四支三 各位同仁請問有什麼要詢問的嗎 報告 來請說 我可以請教一下你們現在對這些齁 那個水護法案的這些這些規定作為規定大概多久檢討一次 一般 一般對 對 我們是 申請的時候有分兩個成 一個是三個月申請一次一次半年申請一次 我知道 我說你們是整體上的譬如說檢討 整體上在 就是說你們這一次的作業的這個規定 在上一次的更改大概有多久 沒有做定期檢討 沒有做定期檢討 97年開始的嗎 97年開始 97年開始 所以你現在規定是97年開始的 對 以前有97年開始 97年 97年 那個修 法令是吧 對 修正三次 對我現在指的是這個東西 對 所以 所以我想以這個提案委員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是 你們其實應該與時俱進 做一個階段性的一個檢討 如果能夠做階段性的檢討的話 應該是這個提案的目的裡面要達成的 其他我沒意見 好 我們 這個 我支持四之三 四之二 撤案 然後 洞結 洞結五百萬太少了 應該洞結七千萬 所以我支持四之三的提案 好 署長有什麼意見 各位同仁有什麼意見 你們都沒有去解釋 我上次 我跟董委員提出這個質詢的時候 都講過同樣的一個問題 對 這個部分 對 我講你們架頭開的 保六總隊先說明一下 還要我講喔 我講你們架頭開的 在那邊 趙結仁各位 大家好 保六總隊總隊長陳國進補充報告 這項 就是四之三的部分 這項業務會跟 設備投資 預算全年才編列了七千零六三萬五千元 那比去年 就是等於一百零四年的 預算編列已經 減編的百分之四十點六三 而且 這些項目裡面涵蓋的 都是包括水電費 包括自通訊的費用 還有包括我們稅捐 即規會保險費 車輛的養護費跟油料費 還有 房屋的修繕費用 房屋修繕費用就是 配合 四之三 配合 AIT 到 簽到內湖的時候 必要的房屋修繕的費用 所以 這一些 可以說我們第一線的員警 在執行勤務跟業務 必要的支出 那如果凍結了 那整個年度 那執行 真的是自愛難行 會嚴重的影響我們 遠景的知情安全 跟工作失去 所以特別懇請 這幾天跟各位委員 能給予支持 以上報告 人家給你問說明 你也看 你在說你的 人家說連戰的事情 你現在是說隨附 隨附 隨附的事情 你幾天跟各位都沒說 你這個想說 連前副總統 他的目前 到現在為止是 還有特定人士的 兩位派遣 那到12月31日 到時候看這個狀況裡面 來再評估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 為什麼我們 之前跟你們調的資料 他都有 都要八糕的 糕的 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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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這個 撿掉 他是申請一年的 沒有啦 那都不行啦 到 報告就是 他兩個是申請一年 一年是到12月31日為止 其他沒有啦 幾千萬 去保護人家所有的人 這 這我沒辦法接受 那兩個是什麼理由 兩個是什麼理由 你又派兩個人 不管啦 不管啦 我現在問你說什麼理由 你告訴我他理由是什麼 最近的理由是什麼 他當初申請的時候 是說 有人要對他 人身方面的安全 的考量 那現在呢 現在呢 目前 最近一次報案什麼時候 但是這兩人到今年 那我問你啦 最近一次報案什麼時候 發尾我現在身上 你身上沒有 我都帶來 資料都給你啊 你要來備詢 有提案你都不拿來 103年2月12號啊 103年2月12號啊 103年2月12號 也沒有具體情資啊 開什麼玩笑 發國家說如果在做私人保鏢 那一定會 警察一定會派有 這個武裝警力的警察保護嗎 保全不行嗎 蛤 那劉兆賢 那劉兆賢跟陳聰呢 兩位有什麼 什麼 安全情資 有沒有 具體危害的安全情資 都已經卸任超過一年啊 我們回來做檢討 怎麼檢討 在這邊要處理啊 我現在你把情資拿出來 你把所有的這個符合這個要件的東西拿出來 去大安分局要資料啊 去報案會去大安分局啊 委員那個連戰 那是在今年的10月12號 有一個 就有一個獨立團體 要到獄所去 還有 在那邊做一個 一個動作啦 所以我們 當初他叫做台灣獨立團體 叫台灣獨立團體 因為我們在申請書上面 他這樣寫 結果查了怎麼樣 我們要去查啊 這個案我們 查了怎麼樣 查處情況怎麼樣 刑處局後面 我們查完以後再做檢討 因為今年到年底為止 每次時間到就去報案 然後查一查都沒有具體情資 不是查不到指紋 然後就是什麼恐嚇他不提出告訴 踩到的指紋有一些是郵差的 沒有 所謂的具體情資 你去看你們的作業要給裡面啊 對不對 你們的作業規定裡面 你必須是有具體 你要必須警政署就請求事項 枕頭具體事實 爭壞這個部分 所以你要有這個相關的這個 資安真正的有疑慮 你要去做處理啊 那個 柯委員你要拿麥克風嗎 他們沒有辦法列入風暴 如安全警衛對象應執行勤務 是安全警衛對象 是本人 自本人或其家屬發生生命什麼什麼 有危害之餘者 所以你要去查嘛 你們過去查一查都不了了之 後來都沒事啊 對不對 你給他拍一下 然後你說十月有一個報案 我現在就問你說你那個報案又怎麼樣 每次時間到就去報案 然後都查無具體情資 這個不符合你們第九點的作業的規定啊 好啦 那你十月到現在有沒有什麼狀況 兩個月都沒有啊 是 這幾年有什麼狀況 這幾年我們統計大概有騷擾信件 還有請印線 騷擾的信件比較多啦 是 是 是 我們會做一個監討給盡 我請問一下喔 那九月連戰跑去中國看閱兵 阿我們的隨滬也都跟去了嗎 劉道選跟陳通咧啦 他的危安情資拿過來 兩位還有 他有危安情資嗎 劉道選跟陳通 為什麼卸任的高官還可以繼續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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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任何情資 有嗎拿過來 陳通跟劉道選 拿過來啊 沒有任何情資一直派 我們的規定是一年就結束啊 對不對 不是這樣嗎規定不是一年就結束嗎 一年內 撤離完畢啊 就一直在派啊 劉道選幾位 蛤 你有沒有替代 有沒有 對啊就是兩位嘛 你要騙我我不是 都派過了 我算不知道 對 對 所以算一個 就算兩位 就算兩位啦 我哪有算一個 另外一個 一個 一個 對 所以算一個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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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休假 他如果是別人 還是一個人 好阿伯 阿伯 阿伯 這是特權 你們在包庇特權 你們在保護特權 保護權貴 簡單講就是這樣 沒關係 這他有力 碰到高官你們就腿軟阿 劉道賢為什麼要保護 我問你阿為什麼要保護 為什麼張俊雄不用保護 你要保護劉道賢 那開什麼玩笑 審查 心渣的定義沒有在心渣 也沒有什麼具體 危害或有危害之餘阿 哪裡有 你們調查完都沒有阿 這是都大安分局 台北市警察局給我的資料阿 那不然柯文哲做一件事 我找不到 我說得難聽 想這樣子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 其實這個我們各位同仁質疑的阿 警政署要檢討阿 因為坦白說啦 卸任的副總統阿 不論我們喜歡不喜歡他 其實這個有這個特勤保護阿 只要不要太過分阿 大家也不會去追究 雖然說阿他已經 那本來是 本來這個 在 2001年修法之後阿 本來副總統這個保護變成終身 那後來又修法變成他 他的這個任期 一任期 那你說如果有一位兩位阿 都是還好 但是因為這個年前副總統阿 他說是固定每一年申請兩位 然後每兩個月阿 又申請五到七位 對不對 我這樣說不對啦 加起來就 加起來就七個到九個 就會很多啦 所以就會顯得特別的 這個讓你覺得刺眼 他是不是有這個需要 或者是他 以他的家族的財力 他其實去找保全公司 都可以 都可以應付他自己的需求 所以 那其實為什麼 陳委員要提案說要有這個 檢討你們這個審查的標準 其實我們現在的這個 中央的這個 官員 首長 其實你們的這個安排也未盡合理 我坦白說 你譬如說 我們的這些部長 財政部長 經濟部長 也不過一位兩位 可是你說 院長 我們考試院長就有六位 司法院長有六位 一樣是院長 我們立法院院長為什麼只有兩位 是因為他提的需求 他還有預所 他還有預所 預所的警衛 他平常也是兩位 他預所的警衛 所以呢 我們這個王院長也有預所 他沒有提申請 所以提了申請 你們就要滿足他的需求 是這樣子嗎 我是覺得這個標準 重新去定一下 好不好 為什麼有一位 有兩位的 一樣是部長 你 清管會 你僑委會 僑委會委員長 為什麼就比人家多 這我也看不懂啊 講起來是不是有點奇怪 好不好 好了我的建議是這樣子啦 這個 這個 陳委員你4-2也不要測案啦 因為其實你這個4-2是比較 長遠的這個處理 你這個比較長遠的處理 所以4-2是要重新檢討 實際申請的狀況的審核標準 要提出報告 給內政委員會 經同意後使得動之 好 我們就4-2就凍結五百萬 啊你們要把 把這個標準要把它定清楚 好不好 好 4-3呢 我只要求 書面報告 你書面報告啊 要送過來 說你們已經全數歸見了 啊你們當然 所謂的全數歸見 這我們修正啦 這個 派遣至連戰先生 擔任隨護人員之 之實際狀況 向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號使得動之 那當然也 不要凍結七千萬 我們凍結七百萬 這個部分你送書面報告來 這樣可以嗎 好不好 蛤動作啊 好 凍結一千萬 主席啊 請說 我的建議這樣啦 你那個凍結七百跟我這個五百 其實 一個是在講連戰先生的隨護的問題嘛 一個是在審核標準的檢討嘛 對不對 我覺得兩個可以把它併一個啦 就說帶 連戰先生隨護 這個 這一個 我想也不要說特別針對說連戰先生啦 就特定人士啦 就特定 因為 大概這些部位所長沒什麼太大問題嘛 有問題大概是 出在一些特定人士 譬如說 陳聰、劉兆、顯、連戰 欸 行政院秘書長、檢太郎 可是有一些啦 這個特定人士的這個部分 帶檢討不符現行規定全數規見後 並 重新檢討實際 申請的審核標準 送這個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報告後死的動資啦 就把兩個併在一起啦 第一個就是規見完 第二個 就是 那請問金額呢 好 再重新檢討之後 那我們就四之三 其實是四之三 測案啦 四之二修正啦 對不對 四之三修正 然後四之二 第一個 四之三測案啦 然後四之二 把這個 這個 剛才陳委員所念的 把它加進去之後 把預算 的凍結 變成凍結七百萬 是這樣嗎 好 不是 專案報告 這是專案報告 好 好 對 就是把剛才陳委員所念的 就是說我們不要去指明誰啦 就特技人士啦 病代 並代這個 提供特定人士 之 安全 警衛 派遣 呃 情形 呃 呃 在檢討 檢討這個 特定人士 檢討中央機關首長 及特定人士安全警衛 派遣情形 是否有不符規定 是否有不符規定 並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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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專案報告 向本院內政委員提出專案報告 經同意後使得動之 好 四支第四幕就這樣 六支一 請說明 請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刑事警察局劉伯良 那有關這個網路犯罪的部分 我們提供了這個書面案的表格資料 那從九十四年到今年 是最高的時候是九十六年 那一路是發生是往下 那到一百零三年的時候 有LINE的詐欺案 所以又增加了 那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 到今年來講都是下降 發生破獲率是上升 所以在整個網路上 我再一次跟你們說明 請你們要看清楚我的提案 或者各位委員的提案 我舉的這個例子 就是在有一些網路上 或是辦說明會 告訴這個 包括一些老人家 說你只要繳錢 來辦這個 得到美國政府授權的這個什麼 什麼身份證啊 你就可以以後可以換美國護照 你們有聽過這個事情嗎 經過我們調查是去年 這個桃園有受理一件 有兩個有兩個民眾向桃園 有提出告訴 那桃園受理之後送到地檢署 後來地檢署經過調查 是證據不足簽結 所以才叫你們去調查 我現在就現場這個提案 就是跟你們檢舉啊 全台灣都有啦 就是目前我們沒有受理到 我現在跟你檢舉 這個提案就是要你們去調查 是我們回去查 全台灣都有啊 這個為了很多這個事情啊 這個子女跟父母吵架 不是跟委員報告就是我們現在 那個是無效證件沒有錯 因為它無效 那你收了錢你跟人家講啊 說你拿這個證件你可以去做什麼 結果無效 啊這個不是詐欺嗎 我跟妳講 我為什麼要花兩千塊 三千塊去辦這個證件 因為你告訴我說 以後美國政府來接收台灣之後 妳就 妳的東西可以不用口氣 就可以做官 就可以拿護照 車牌就可以曬 這不是騙 很多子女啊 就為了事情回去跟鄉下老人家 吵架吵得不可開交 那一定要去 錢不是大錢 但是問題是 你們去把這個事情搞清楚嘛 好啦去調查就好 去調查 去調查 立案調查 那這個問題是這個 你寫答案不是這個 東潔三千萬沒有問題喔 不是 不是跟委員報告 我想說這個我們事實上都在注意發展 剛剛特別說您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案子已經 沒有 局長那個 趙偉的意思我也支持啦 絕對要調查 絕對要立案 這個甚至涉及到跟美國的關係 要讓人知道說 不要在境內利用美國東潔的犯罪 那個我具體建立啦 居然那個蘇里妹都承諾要立案調查 這個觀念都整個 我這建議就凍結五百萬啦 來做我一個依據啦 好不好 好 凍結 不行 凍結一千萬 因為這個局長一開始 這個都在呼嚨我 凍結一千萬 不要笑啦 你趕快去查 我沒有說要求破案喔 你只要有在查 你有一個進度 你過來做報告 好不好 六指二 我們這個案子 事實上在今年的9月3號已經經過行政院核定過了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這M化跟我們原來的這個預算裡面 它是針對3G的一個定位系統 那我們這個案子是4G的 那剛剛如同委員講到我們在網路犯罪上 目前就 有經過核定 有經過核定 是 那後面的項目跟 其成我們他後面的表格也做了說明 以上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來 周委員 六指二嘛齁 那個 去年度你們把它編在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裡面 今年這一筆呢 編在 為什麼回到這裡來編 你可以先把它解釋一下嗎 因為這個是4G的發展嘛對不對 對這個應該是在去年4G發展的時候啊 那麼我們為了要加速推動4G103年 所以向科技匯報爭取這個預算 那要爭取預算才能夠推讓4G早日開通 那我們希望在早日開通之後 在民眾能夠安全安心的環境之下來做 那當時來不及編預算 所以向科技匯報申請這個預算 那今年的 你想要幹嘛 我還說明 今年的政委員在政立軍委員 他也曾經為了這個議題逃避監督的部分 有做個開過會 那經過我們說明之後 他也同意 也說了解之後 不是刻意回避 那你書面的東西呢 而是這個 你跟他開過會 六月 那是今年六月 那你看到這個提案 你有沒有來跟我講一下 書面我再補好不好 好 那個劉局長 那你看到這個提案 你有沒有來跟我講一下 對啊 你跟我說 你去跟別的委員報告 怎麼我咧 很奇怪 是他在審還是我在審 他開會 他開會 那四日三請說明 主席委員好 我是警政署後勤組劉章遠 劉主長好 那有關車輛 這個充實警衡車輛計畫 這個是警政法案第二期 都到行政案核定了 那會有這個計畫 是因為我們 這個是屬屬機關的車輛 那屬屬機關的車輛 其實 預寧力 就是超過淘汰年限的 其實一直都在三層左右 那目前 來講 來講 屬屬機關的車額 是2,141輛 汽車 那線流數也才1,806輛 那這1,806輛裡邊 域領的超過使用年限的 有520輛 平均是 百分之28.79 像行事局也有百分之22.4 那 國道有百分之10 那保漆啊 有達到百分之62.8 所以 是域領率相當高 所以我們才 納入這個計畫 那 預算編列不足的部分 好啦 那個組長 你不用解釋那麼多 我只要問你說 為什麼錢掃編了嗎 錢變少了 為什麼 這是 就是因為你們覺得額度不足 所以你們自己 自動去掃編是不是 不是 是我們計畫送出去 那行政案主力總處那邊 分配 大概有考慮優先順序 還是怎麼樣 沒有給我們那麼多 所以你們又把它減少 是不是 是這個意思嗎 這個 這是 上級 其實主力總處那邊 給這麼多 我們才 有辦法用 所以 這個 你們本來提出來是更多的 本來提出來是 2億 照原來核定的計畫 是2億2400萬 那只有核類1億 5994萬 那這樣子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呢 又差那麼多 那我們就是 台灣的汽車本來149輛 就只能減到110輛 本來149 2億多的話 2億多的話是 汽車原來計畫 就輸出機關去平和 一使用連線的 我們考慮優先順序以後去 所以 如果再減列的話 真的會更影響 我們是在給我們全部編列 能夠做就是 你們的後面的地方 本署要換了8輛 勤務車 本署在做什麼 本署有需要換到這麼多嗎 署的車輛現在 其實本署的 車輛的運營力更高 是達到50% 10年喔 超過10年還是15 15 現在平均大概 要汰換的都達到16年 17年 對所以這個 維修費用也會比較高 還有也不環保 我想讓 讓警察 不管是警政署或基層 用好的車子 我想我們大家都會支持 不過讓周委員了解情況就好啦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要支持警察 我請周委員大家 不管是警政署 不管是高階首長 他用的車 其實都要比我們 一般行李機關的車 更穩定性能更好 他才能夠維護 對那要抓壞人啊 不要打好人啊 對 那個是另外的問題啦 你要求我們 編列預算給你們 然後我們的民眾學生 被欺負這樣子 這我 我覺得我跟你們合準 我覺得我是筷子手啊 對不對 你說性能要好一點 當然是去抓壞人啊 去維護治安嘛 車輛好 謝謝 那個去年 上一次喔 你們在保幾 有編了那個時候 你們要去弄鐵絲車有沒有 那個後來有沒有去買 104年 你們去買那個鐵 保一啊 保一特種車 後來有沒有去買 你們去買那鐵絲網車有沒有 有沒有去買 那部分大概要請保一 這個是一般車輛的 後來有沒有去買 這個是一般車輛的 對 有沒有 我這個是題外話 但是 我突然想起了 那 我突然想起了 你們那時候編列的那個 脫掉 那個脫網車啊 有沒有 這個是一般的車輛 這個只有一般的車輛 這個都是透過 不是你們後來有沒有去買 我要現在知道 你們後來有沒有去買 保一那邊 好像是有買 你們沒有任何人知道啊 真的假的 就是脫網車 就是脫網那個啊 你們那個 你們查過再跟周委員報告 但是說我們這裡 完全單純的是 那個勤務車啦 一般勤務車輛 等一下 趕快跟周委員報告 好不好 等一下 趕快跟周委員回報 是 那六支三就測案 是 七支一 我跟大家說明 我們中午就繼續協商 好 六支 七支一 七支一 七支一啦 警專 做期歸尾 那警專校長 後面做報告 那有關 七支一不是你 不是你報告 來 七支一我要問署長 你一個七支一的問題 我知道了 你警專效地不足啦 設備不夠啦 這我都知道了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在 包括警專 包括警大不談 警專 你現在在保一保四 代訓的那個特考班 你現在在保一代訓 是在保一哪一個 哪一個營區 在三下 為什麼不在十百 你十百 地方那麼大 為什麼不能用呢 十百 十百有很多的訓練 有很多 短期班 講習班 現實人員的 因為他 都是來來往往 南北交通來往 所以 經常有 短期班的訓練跟講習 這個部分喔 這個不用浪費時間啦 這個要請警政署去找出一個啊 這個疏解訓練場地跟這個教育場地不足的 對 我們就是要準備興建 已經請那個建築師規劃設計 要蓋一棟在警察專科學校裡面 地下三層 地上十二層 總共有一百三 一千三百二十個床位的 那個大樓 也是 委員 以前 上一次提醒過的 我們要在這裡 蓋一個大樓 什麼時候開 什麼時候會有 十一月底之前會把那個 掀起規劃書 好 好 七之一車案 八之一 知情室 八之一 剛才有 跟前面的二之十七 十八十九 是同一個案子 是 我知道 好 這個等一下一起處理 八之二 八之二這個部分是 計畫的部分 目前這邊還在審查 但是其實先期計畫的部分 已經 合併了 那當時是因為行政院 額度的關係 所以請我們調整 前後的順序 那現在 行政院應該是預計在 最近就會把這個計畫送到 這個立法院 八之二 八之三 我們合併 等到這個 就是凍結一千萬 等到行 這個行政院的核定送到 內政委員會之後 就可以動支了 好 就不用報告了 不用經同意了 你就送過來就可以動支了 好不好 好 八之二 八之三 這樣處理 謝謝 八之四 請說明 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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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警組 委員好 我跟槍枝採購的部分是因為 舊的槍已經使用超過二十年 那故障率已經比較高了 所以才計畫 泰漢 那泰漢 有經過估計 那 總共缺的是四萬九千六百支 那我們 我們爭取預算 一百零四年只有編了一億 但是我們希望說能夠 統一槍種 還有 能夠方便維修使用 也希望能夠以量自駕 所以希望說 一次招標 分次交貨 那這個我們經過跟相關單位 這個研究以後 那 確實也爭取得 花了很多心思 那確實也這樣執行了 那 在十一月五號 我們已經正式標出去 是 德國瓦瑟的 這個 手槍 得標 那一支是 決標價是 兩百六十七塊美金 那當然還要加一些附加的 費用 那稍微高一點 但是還是 達到了 乙量自駕的 這個 效果 大概是 有史以來 買到的這個90手槍 是最低價的一次 那 這個槍 其實是 應該是品質非常不錯的 那 比舊的槍 一把是 輕了一百一十公克 所以算很輕便的 材質上也是塑鋼的 那 這個很平滑 那打的時候 這個後座力非常小 所以 當天 試打的同仁 都覺得說 這支槍 是 很精準的 那安全性的部分 其實它也是 新的設計 包括有 三個 這個保險 那 大家都說 怕沒有 手動的外在保險 會影響安全 其實這個不會 它在 板機的地方 附有一個 有一個 小的零件 那 還是可以手動來 控制 控制下來 以後就是 你手不要伸進去護工 不要去 所以 正式是激發 這個槍 怎麼摔怎麼弄 都不會激發 所以還是很安全 尤其 我們警察使用比較 會著火的 大概都是 輕槍的部分 這個槍也有 考慮到這一點 有設計 槍堂 它有一個指示溝 就是 槍堂裡面有子彈的話 它有一個 空隙 會看出來說 有一個紅色的標誌在那邊 那這樣就可以去先退出來 就不用去激發 所以安全性是 應該是 世界的新的一個趨勢 那當然我們槍 這個 泰幻以後 我們這樣訓練 因為新的槍 畢竟有一些設計上的 好啦 那個劉組長 我知道啦 換槍很重要 因為已經 一二十年沒有換了嘛 對不對 那主要就是說 這個提案是因為 我在預算書裡面 沒有看到你們去分年 去分年把它編列是 幾隻幾隻嘛 那你現在這個解釋單上面有了嗎 是嗎 是 你們在那個 預算書上面 沒有辦法講 就是因為 秘密喔 不是公開 招標那個價格 還沒有確定 還沒出來就是啦 是 所以 預算的部分也是 逐年編列 不知道上級 合博多少 所以我們是 爭取這個 一次採購 那都是交貨 是要逐年編了以後 那通知廠商 這個 這個 多少 每年交貨多少支 所以 還是盡快啦 還是盡快 好啦 主席策案 謝謝 好我們八支市策案 第八幕 這個 處理 八支一 第八幕 整幕簡列五百萬 自行調整 好 各位同仁我們 這個 預算的部分 處理完 現在處理主決議 主決議除了 主決議十一 剛才已經宣讀過之外 現在看看 這個主決議一到主決議十啊 請問一下這個警政署 有沒有哪一個主決議你們覺得有問題的 簡單說明一下 請說 其實 主決議一跟主決議二 它是 因為我們也嘗試著 希望弄到公務預算的 但是這個作業基金跟營業基金還是有 那麼這是主計總處一起處理的 行政院主計總處一起處理的 不是我們警政署自己可以決定的 這個案 是不是可以側案 還是由主計總處一起決定 應該是原要求 這個警政署 應該是警政署你們要報到這個 請行政院要報到這個 內政部要報到行政院啦 會主計總處做 做通盤檢討 這個一百年報過啦 但是他下的這個原則是這樣 報過就再報啦 這個案子 我們也答覆了監察院了 所以監察院有來做要求你們說明 是不是 好啦各位同仁沒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就主決一主決二測案 哪一個 第十 就是要修那個枪炮斷尾刀射管制條例 那個時間三個月大概沒有辦法完成 要修法 那你們多久可以完成 不是 沒有叫你們修法完成啦 他說修正的意思 就是說你們三個月之內研究好 對 譬如說你們提到 三個月沒有問題 如果啟動修法的程序 沒有問題 不要完成了 没有说完成 完成是 是立法院的事情不是你们的事情 为了让他明显我建议把三个月内 改成三个月内 开始修正 开始两个 我们互换提出来 三个月内 提出 修正草案 对啦 你三个月内 你明天就开始修正 对啦 办法 因为这个是办法 这个不用到立法院 但是还是要 这个要你们修正 他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 根据办法来修正 我们还是提出来修正的 草案 对 应尽数于三个月内 提出了 应尽数于三个月内 提出枪炮弹药刀械许可及管理办法 第八条及第十五条 三个月内提出枪炮弹药刀械许可及管理办法 第八条及第十五条 修正规定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们就 这个主角也处理完 好 我们现在 继续开会 请宣读协商结论 宣读协商结论 检政署税出部分 第一幕 一至三 案 冻结360万元 四项内政委员会专案报告 经同意后 使得动之 第二幕 简列500万元 科目自行调整 冻结2500万元 含2至2 2至3 2至4 2至6 2至11 2至12 2至13 2至14 15 16 18 19 案 四项内政委员会专案报告后 同意后 使得动之 2至7 案 照案通过 冻结500万元 四项内政委员会提专案报告 同意后 经同意后 使得动之 2至5案 改成主决议 11 文字如下 有关 有关警政署及所属 105年度 预算 第二幕 警政业务向下 业务会扩大领检 及春安工作 编列春安工作 执勤人员任务 奖席 及勤务工作 所需各项业务费 1220万8千元 为春安工作之勤务督导 因为该属立行之业务工作 自106年度起 前开预算改列为 警政署经常性治安工作预算办理 第四幕 4至2案 冻结700万元 是警政署重新检讨 安全警卫派遣 是否符合规定 及其实际申请状况之审核标准 向内政委员会专案报告 经同意后使得动支 第六幕 6至1案 冻结1000万元 是向内政委员会 提专案报告 经同意后使得动支 第八幕 简列500万元 科目自行调整 8至2案 冻结1000万元 是四项计划核定 并向内政委员会报告 经同意后使得动支 通过组决议 3456789 个案 令第十案组决议 文末修正文字 因尽数于三个月内 提出枪炮弹药 刀械许可及管理办法 第八条及第十五条之 修正规定 宣读完毕 好 警政署及所属主管 收支部分处理完毕 拟据审查报告 韩副财政委员会处理 那么请推一位委员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 今天就有本人与院会讨论预算时 做补充说明 好 那今天就谢谢各位 三会